李自成兵败一片石,退守永平府,权衡利弊,这仗没法打了。怎么办呢?派出使者叫张若霖,找吴三桂去和谈。 只要不打了,有些条件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吴三桂呢,也不傻,他也权衡一下利弊。 说实在的,他恨透了李自成及其义军,这仇恨是不共戴天的。 但是呢,就眼前的形势而论,不打也不错。 第一,他的官邻铁骑损失了一半,现在能投入战斗的不超过四万人。 而李自成,还有大兵十几万,真要玩的命,谁胜谁败,还在两可之间。 另外,这四万来者,要全都没了,就家底就输光了。 将来还要赴大名,还要保江山社稷,这点金队这是本钱嘛。 得留着看家宝,所以吴三桂也同意了。 最后,告诉张若林,你回去上赴李自成,我们俩得见见面。 把这事儿得定下来。 好好好,将军,你平息一心。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甲申年四月二十五,在永平府和吴三桂联营这中间,找了那么快地盘。 而,双方面各出动二百来人,把这会场就布置好了。 李自成和吴三桂这才见了面,这一见面还用问嘛,假好假后是皮笑肉不笑。 心里边动刀子的心,脸上还装着若无其事。 简短结束,双方进行谈判。 这谈判呢,进行的比较顺利。 之后,达成了如下几条协议。 一,李自成及其义军,在五月初一这一天撤出北京城,把北京让给吴三桂。 二,李自成把太子等人交付给吴三桂,他可以恢复大明的江山。 但是,交换的条件是,明政府得承认大顺王朝,得承认李自成。 第三条,李自成占据西北和西南,大明朝占据东南和中南,这叫平分江土,互相承认永结盟好。 好,还有一条,北京城的财产归李自成,当然了,这个财产不包括房子和田地,就是经营财宝所得的战利品,全归属李自成。 李自成能拉走多少,就是多少。 还有一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清兵介入,进行干涉,有任何一方受的威胁,那时将组成连军共同对付清兵。 这条可厉害,双方都挺满意,然后,正式的欠字画鸭,煞雪为蒙,济告了天地。 最后,吴三桂和李自成站起来,握手言和。 哈哈哈哈哈哈,李自成就抱拳,吴大帅,我马上收兵撤队回北京,五月初一,你就等着进北京,慢,川王,我的家属问题怎么办? 哎,好慢啊,起码来说,现在咱是一家人了,你的家属,我妥为,你得保护。 五月初一,你不进城吗?保你一家人团聚,也就是,其实吴三桂言下之意,最惦念的就是陈渊渊,我的小宝贝,多日不见了,想甩。 但是,在大清广众之下,不好名言,时日,他问这话的意思,是打探陈渊渊。 就这样,李自成撤回永平,说话得算数啊,二十五大城的协议,二十六,就兵撤北京。 李自成一拙嘛,这么好的北京,可惜我呀,没福在这坐镇,干脆回西安吧,回大西北吧,到我那家乡,吃那羊肉泡馍有多美呀。 现在的闯王,就想退守大西北,干脆,裂土分毛,互不侵犯,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您说,他这想法多幼稚,多简单的,可能吗? 不可能啊,但是,作为聪明的李自成,战事则迷,我们是旁观则轻。 李自成回到北京之后,着手,做撤退的准备。 哎,二十七这一天,突然警报传来,外头,啪,声隆隆,人心慌慌,闯王不知道怎么回事。 让探马兰奇打探,后来向闯王禀报,闯王可了不得。 吴三贵背心气意,说话不算数,率领官邻铁骑,和清兵数万已经兵临北京城下, 现在正急剧大军要攻打北京。 哈,哈,他娘的了,吴三贵啊,吴三贵,你个皮肤,言而无信说了不算。 刚煞雪为萌,怎么转眼之间你就变了脸了? 这个财狼之童,我说,非跟他算账,不可,点队。 李子诚气坏了,马上得叫军长点大命,又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有些人就埋态闯王,说闯王,你太轻信吴三贵了,他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是个小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出而反而之辈啊,我们上不大了,让他给耍了。 你看,前脚刚进京,他的大兵随后就来了,像这种人,跟他有什么可和谈的? 唯有一死相拼,把他彻底消灭,这才能永绝后患。 对,打吧,打吧。 义军将领,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 李子诚点头,马上,派大将刘宗敏,李过,高一公,郝瑶琪,率京兵五万,在府城门外,接大营十八座,拉开了架势,要跟吴三贵决战。 说的事,咱得介绍介绍。 吴三贵为什么背信弃义,说了不算呢? 其实这事儿也不完全怪他,这吴三贵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 他在永平跟李子诚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想到杜尔滚和清兵的事儿。 他把这事儿看得简单了,那还有个爹呢? 目前的形势你说的话能算出吗? 会盟还刚结束,这消息就让杜尔滚知道了。 多尔滚一听什么? 哎,吴三贵,好你个吴三贵。 你跟李子诚跑那谈谈去吧,知本王于何地? 我这大兵算怎么回事儿,才叫你使唤呢。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俩平分疆土,李子诚占大西北,吴三贵占东南,那不是大顺王朝,这不是大明帝国,彼此承认永结盟好。 那我大兵呢? 那我怎么干嘛呢? 我们足足备备,就有这个夙愿,要一同中缘。 好不容易机会来了,岂能任尔等胡为啊。 你们想怎么就怎么地,根本就办不到。 这是一点,尤其使他不能容忍的是,这永平邪约里头还有这么一条, 如果一方受到清军的威胁,将组成联军,共同对付清军。 多尔国,你看这条怎么回事儿? 哦,你们俩是一伙儿。 我是外博洋,不管谁受了气了,联合起来打我。 是何人?孰不可忍? 多尔国可气坏了,马上传立。 让八七军兵,二十来万就包围了吴三桂的官营铁骑。 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水泄不通。 而且多尔国传起命令,叫吴三桂,在一个时辰之内,皮头来见。 真翻了脸了。 消息传到吴三桂的联影,吴三桂也傻了。 是啊。 哎呀,吴三桂,但一琢磨,这里你挑得着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欠你,就行了。 但是呢,他知道多尔国不高兴,但是没想到多尔国会翻脸,能采取这种手段。 一旦要抓破了脸,官营铁骑,马上就得被消灭。 不行啊,要谨慎除施。 吴三桂一琢磨,赶紧去见多尔文,向他做详尽的解释。 满营中将一开始拦着不让他去,他去凶多吉少,无疑于进了龙潭虎穴。 但吴三桂说得清楚,不去不行,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 不当面解释,这误会是越来越深。 你们放心吧,我会说。 吴三桂冒着风险,带了一部分亲丁卫队,只直接来见多尔文。 摄政王一听,吴三桂来了,好,来得太好了,生长。 多尔文气呼呼,胜作中军宝杖,分不及声,叫吴三桂报门而入。 吴三桂报门而入,吴三桂报门而入。 这本身就是奇耻大路,没见面呢,这就叫下哪位。 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矮颜下,怎敢不低头啊。 吴三桂憋着气,闻了闻心神,正亏抖响,低着头望一走。 走两步,报一回名。 吴三桂拜见,摄政王殿下,又走两步。 吴三桂告尽,又走两步,吴三桂告尽。 这报门而入嘛,这才走进中军大战。 吴三桂往两旁一看好一下,满营众将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 胡成仇,范文成,所有的人都在场。 还有大清那些同兵的将领,一个个怒目而逝。 往上一看,摄政王多尔文,面臣似水,咬着牙盗脸,盯着自己。 吴三桂,掏着盗吸了一口冷气,气泡够呛了。 最后稳定稳定,心神,一功扫地。 王家在上,吴三桂,有礼了。 摄政王好半天没说话,眼神都不错,盯着吴三桂。 能有两分钟,他这才说话,吴三桂,吴大帅,你做得好事啊,你真聪明啊,你。 吴三桂很从容的一笑,王爷,我不明白,您这话什么意思,少跟我演戏。 你装什么糊涂,你不明白,你太聪明的过分了。 我请问你,永平盟约怎么回事? 你跟李子诚之间,你们都定了些什么? 哎?你跟我讲讲,你们定盟约,把本王置于何处? 把清军之于何处?我们算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个招呼你都不打一声? 而且,所开列的那种极其恶毒,你今天给我解释千口。 好,童儿儿儿这一叫,两旁重将,一个个,也喊上, 对,说,怎么让,怎么让,跟沈贼差不多少。 吴三桂每次来,那多尔滚摄政王都起身让座,非常客气。 这回例外,连个座也没让,吴三桂就在多尔滚面前站着。 但是吴三桂还是好样的,早都做到,心里有数, 你爱怎么咋唬怎么咋唬,一顿雷烟火炮之后,吴三桂一笑, 妈呀,容在下解释, 我觉着我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王爷,请你想一想, 咱俩组成联军有个先决条件, 我是向你借兵啊, 我说得清楚, 借兵的目的干什么,我要报仇, 我要灭掉李自成,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 这点没错,到现在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说了, 我说清兵不白处理, 一旦大明朝恢复了, 我们将猎徒报仇, 你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 我没说话不算说话, 估计的话,您能兵进山海关吗, 这不就是实际的表现吗, 至于我跟李自成谈判的事, 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我们自家人的事情, 似乎王爷没必要干涉, 你说这吴三贵挺能矫情, 这套词说的不软不硬, 柔中带着缸, 把端儿滚, 那话给端回去, 端儿滚气, 啪一拍桌子, 豁然站起, 用手指着吴三贵的鼻子, 是什么, 说得轻巧, 我可告诉你, 吴三贵, 没有你, 我们照样进山海关, 没有你, 照样消灭李自成, 包括你吴三贵在内, 你信不信, 也无非是举手之劳而已, 吴三贵啊, 你可放聪明你, 愿意跟本王联合, 我双手欢迎, 我说话色数, 将来消灭了李自成, 要册封你为王, 让你咫咫咫咫享受荣华赴贵, 你要不听本王我的, 另打主意, 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 后果你自负, 你听明白没, 现在, 我命令你, 率你的本部人马, 马上攻打北京, 消灭李自成, 本王依然配合李自成, 不计, 你考虑考虑吧, 妈呀, 事关重大, 我能不能回去, 跟我的弟兄们商量商量, 可以, 时间不能脱长, 就给你一个时辰, 我听你明确的答复, 吴三贵就离开了金炳黄罗杖, 吴三贵气呼呼的, 回到自己的营盘, 忘了一坐是唉一声叹气, 哎呀, 哎呀, 这可好, 弄了个爹, 这爹在我面前是指手画脚, 一说话就压人三分点, 哎呀, 说实话, 现在有点后悔, 但又一琢磨, 后悔有什么用啊, 不介入清兵的力量, 能打败李自成吗, 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止, 要听左耳滚的, 永平盟约, 就是一张废纸, 谈等于没谈啊, 我就得背信弃义攻打北京, 继续跟李自成作战, 哎呀, 说实话, 从内心来讲, 觉得对不起李自成, 男子汉大丈夫有这么办事的吗, 可又一想, 哎呀, 我有什么对不起李贼的, 他是贼呀, 他的所作所为, 不可容忍啊, 算了, 什么邪约不邪约的狗屁, 古往今来也不光光说了不算, 另外, 得对不起多儿滚啊, 那是上眼皮翻脸不认人啊, 事到现在什么都别提了, 什么都别想了, 干脆一个目标消灭李自成, 出我这口气了, 报国恨家仇, 想到这, 做出决定, 众将一致通过, 这叫, 使时务者为俊杰, 乌三贵没到一个时辰, 骑着马, 又来见多儿滚, 把这个事情, 如实就这么一说, 如果一听, 乌三贵挺听话, 马上改变态度, 吴将军请坐, 吴将军请坐, 你这么做就对啊, 我们是联盟啊, 你背叛谁, 也不能背叛本王,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的一切一切, 全由本王给你做出, 离开我的支持, 你是寸步难行, 你相信不, 吴三贵心说话, 我根本就不信, 他嘴不能那么说, 我相信, 我相信, 好, 你什么时候起兵呢, 王爷您说, 历代素战, 不能给李子诚留下喘气的机会, 你马上就进兵, 好, 王爷, 我听您的, 呃, 沐大帅, 我知道你兵源不足, 这么办呢, 我让我的人马, 六万, 协同你作战, 归你统一之辉, 你看怎样, 多谢王爷, 多尔滚拍板做出决定, 就这样, 吴三贵才兵发北京城, 不接前门, 吴三贵被逼无奈, 兵发北京城下, 要攻打俗城门, 摄政王多尔滚, 派大将在这都镇, 名义上, 听吴三贵指挥, 配合作战, 实质上, 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吴三贵心里他清清楚楚, 身边就是无鹰巨王阿几格, 那都是亲王啊, 多尔滚的代表, 因此说话办事得格外留神, 咱们前门书说了, 李自成派出四元大将, 结营十八座, 他们是李过, 高一公, 好姚齐, 大将, 刘宗敏, 这四个人都是虎将, 征战多年, 经验丰富, 狠透了吴三贵, 双方面这一接触, 那还有好的吗, 就展开了一场血战, 刹那间, 金旗飘摆, 持兵奔驰, 马刀闪闪放光, 喊沙声惊天动地, 炮声隆隆, 这么说, 双方都投入很大很大的实力, 这一场血战, 打的是天昏地暗, 大地都在颤抖, 血肉横飞, 那尘土, 把太阳光都给折住, 激烈的战斗, 一直进行到下午, 李自成的人马, 招架不住了, 这四元大将是疲惫不堪, 尤其是刘宗敏, 左臂还受了剑杀, 没有办法收兵撤队, 是败回北京城, 高调调, 守住城头, 只要吴三贵的人马靠近, 远了, 用建设, 进了, 是挥平套子, 捆木雷石, 护住城池, 那时候怎么打败仗, 怎么打败仗, 现在的义军, 跟当初不一样, 就没进北京那会儿, 很有战斗力, 这一路之上, 功无不取, 战无不胜, 势无破竹, 马到称功, 义军的士气高昂, 这一进北京才一个多月, 变阳儿子, 当官的腐化堕落, 当兵的兵无斗志, 特别是前者, 在一片时日, 叫吴三贵给打败了, 这些起义军, 听见吴三贵撒的脑汁儿都疼, 尤其也惧怕清兵, 兵无斗志, 就没法打这个仗, 你别看人多势众, 架不住人家一个冲锋, 就给打垮了, 故死兵败, 四元大将来见李自成, 李自成气得眼, 珠子都红了, 好, 明日绝战, 就是四月二十八那天, 李自成欲驾清征, 在府城门, 广区门, 德胜门一带, 又与吴三贵的人马, 长成殊死的争斗, 依然打的是天昏地暗, 无奈官民铁骑, 打起仗来十分勇猛, 吴三贵宣传作敌好, 告诉手下的弟兄, 前面就是北京, 只要打进北京去, 大农的江山算恢复了, 关键时刻呀, 希望大家千万别泄气, 因此, 官民铁骑打起仗的时候, 倍加勇敢, 再将清军用大炮支援, 五百多门红衣大炮, 架起来往城上轰, 杀伤力特大, 因此李自成也招架不住, 就败回北京, 紧闭城门, 李自成下了死命令, 守住, 一定要给我守住, 吴三贵的人马从哪里攻破的, 我就拿哪里的守将之类, 李自成马上, 从马道上上了城, 大将陪着他, 居高临下手把城夺口望下一看, 吴三贵指挥人马拼命万里进攻, 架着云梯, 呆呆之喊, 大有势不可挡之事, 李自成到此时也是心惊肉跳, 现在他恨透了吴三贵, 下了一道命令, 去, 把吴三贵的家眷都给我提到城头上来, 不管男的女的脑子上, 全部压在这里, 干嘛, 要下毒手, 人翻了脸了, 什么都干得出来, 时间不大, 吴三贵他爹, 吴湘, 以及三秦六姑, 一共是三十七口, 包括陈元元啊, 都给压上城楼, 李自成三贵上准备削刀手, 龟在楼准备, 柜子手专门是砍人的, 脱了衣服, 身皮大红, 回报鬼头刀, 在城上摆了一六板凳, 把吴三贵的家属全架在板凳上, 他说那干嘛, 让底下看得清楚, 要不那城多口挺高挺高的, 看不见了, 登着板凳能看见, 狂王李自成, 手舞着宝剑, 高声含吓, 叫吴三贵打花, 让吴三贵打花, 攻城正在激烈的关头, 好不容易才平静, 攻城的命远铁几方, 成全一看, 怎么回事, 不打了, 哗, 撤下去, 三贵就皱眉, 怎么不清号令平时进攻了, 有人到马前禀报, 回答说, 李自成, 让你到进前搭话, 我跟他还有什么可讲的, 您看看吧, 事情有点变化, 城上绑着不少人, 看不清都是谁, 哦, 吴三贵马望前提, 天赋大将, 念赤行, 左右保护了, 后不是骑兵和弓箭手, 吴三贵手提宝刀啊, 揉了揉眼睛, 在护城河那边上, 将马带住, 来得进去, 仰起头来, 往城上关销, 你看李自成, 因为见过面, 穿着打扮一众不同啊, 李自成的身后, 盈盈戳戳, 都是他的新处爱将, 再往城头上去, 一丑白发苍苍的老爹, 吴香, 母亲, 再看三七六五儿子, 姑娘都在城头上绑着, 吴三贵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知道李自成, 拿自己的家眷进行要挟, 果然不假, 李自成探出身来, 用宝剑一指, 吴三贵, 你听着, 你个背信七一之背, 土而凡而之土, 我恨不能, 食而之肉, 喝而之血呀, 吴三贵啊, 你不是横吗, 你不是要攻打北京吗, 你是得付出代价的, 本王能轻易叫你进北京吗, 你来看, 这都是谁, 你爹, 你娘, 你女儿, 你儿子, 你三亲六五, 兄弟姐妹, 全在城头, 你还要他们不要, 吴三贵, 你要念骨肉之情, 马上停止进攻, 有许多的事咱好商量, 如果再要继续攻打北京城, 我可就把他们给废了, 当着你的面, 我把他们的人头取下, 何去何从, 你做个决定吧, 我, 我爹, 我爹爹呀, 吴三贵在马上摘了两摘, 晃了两晃, 那心都碎了, 爹爹, 娘啊, 不孝的儿, 对不起你们呐, 爹爹, 李自成, 用宝剑医指乌香, 乌香, 香死香活, 下边是你儿子, 你劝说, 劝说, 呃呃呃呃, 乌香可受老罪了, 虽然说被软禁, 一日三残也不短缺, 精神的折磨受不了, 财产没了, 什么什么都不存在了, 成了阶下之球, 那心里都能好受得了吗, 儿子在外的指挥千斤万马, 跟李自成交手, 他什么心情, 既盼着儿子赶紧打进北京, 全家团聚, 又怕在最后的关头遭了毒手, 古往今来这种事屡见不鲜, 没想到今儿可轮到自己头上, 无想在灯子上站着, 探神往城下一看, 可不是吗, 那不是儿子吗, 一瞅吴三桂瘦了, 眼窝深陷, 满脸的征辰, 儿子全身的容装, 不愧是大将, 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全都认出是谁是谁来, 但是, 互相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 我说个啥呀我, 三桂儿啊, 爹爹在此, 爹, 爹啊, 树儿有盔甲在身, 不能下马行大礼, 爹爹, 原谅儿子吧, 爹爹, 爹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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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半天没说出话, 李自成反演一顿, 想吧, 本王所说难道你不想知情吗, 劝你儿子别大费精, 不久就择了你, 是是是是, 而啊, 为父问你一句话, 你是要爹娘啊, 你是要北京, 要要北京, 你就揭茶攻打, 要免父母之情, 拉扯你不容易, 儿啊, 你就赶紧撤兵吧, 爹, 休你了, 他娘, 也放生痛苦, 儿啊, 三桂儿, 娘养育你一场不容易, 听娘的话, 你就撤兵吧,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全傻眼, 吴三桂那个脑子傻, 在急剧地转动,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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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兵, 无疑的, 父母三亲六母, 儿女, 暂时能保住性命, 不撤兵继续攻打北京, 肯定李自成说话算数, 一家人三十六七, 这一口谁也活不成啊, 我, 我, 我怎么办啊, 撤兵, 吴三桂儿想着这, 用眼角的余光, 往身旁看了看, 五英俊王阿纪哥, 在旁边, 骑着他轻骂, 同窥铁甲, 手提宝刀, 观察着吴三桂的一举一动, 监军啊, 监视他, 吴三桂心说, 我叫撤兵, 这爹能答应吗, 肯定不能答应, 嗯, 我, 不行啊, 就应该一股作气, 打进北京, 但是一打, 我爹娘, 肯定是活不成了, 这这这这, 哎, 吴三桂又一想, 不毒不狠, 非丈夫, 到了这时候, 就得只能进, 不能退了, 没有半点调和余地, 李子成说得清楚, 要想进北京, 是有代价的, 不属人能行吗, 吴三桂想着这, 心如刀嚼一般, 把眼泪擦了, 爹爹, 娘, 原谅儿子, 恕而有罪, 罪该万死,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为了恢复大明的江山设计, 我跟闯贼李子成, 都不共戴天之仇, 如今兵临城下, 将至豪边, 焉有退兵之礼啊, 爹啊, 树尔不能从命, 帝长继续攻打, 继续攻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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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成干怨怀, 用这招, 也没降住吴三桂, 没有退身的余地的, 只好把牙关一咬, 好嘞, 你打吧, 行行, 再看贵的手, 把鬼头刀是高高的举起, 咔咔一脑, 把乌乡的脑袋给砍下来, 吴三位在城下看着真正的, 爹立刻失手两分, 紧跟着刀光一闪咔咔一声, 母亲的人头落地, 再跟着, 刀光一起一落, 一起一落, 那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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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死的人是痛哭失声, 狼哭鬼后, 刹那之间, 三十六口无一幸免, 全死在城上, 吴三桂是亲眼目睹, 就好像那心和那肠子和那肝, 叫什么掏了一把呀, 咔嚓就这一把, 吴三桂, 俺要这一声, 从马脖子上出了一声, 顿时是人事不景, 五英郡王阿基格, 马上指挥了, 抢救吴德帅, 有军医官到了前堂, 趴在前心, 催打后背, 趴在耳根上呼唤, 扎针油, 摇动四肢, 进行人工呼吸, 好, 这路折腾, 好半天吴三桂才明白过来, 哎呀, 爹呀, 我的娘呢, 你疼死了, 我的孩子, 哈哈哈哈, 再看吴三桂, 就好像疯了一下, 放声大哭, 跟随他多年的军兵, 都了解吴三桂, 吴三桂那是刚打铁柱的汉子, 很少掉眼泪, 有多大的为难的事, 动心的事, 屏着眼圈一红, 眼泪围着眼圈一转, 好, 多敢见过吴三桂这么嚎叫, 就这么哭, 头一回, 可见吴三桂真痛了心, 大帅, 大帅接哀, 大帅接哀, 这也在所难免, 大帅, 保重狐体啊, 哈哈哈哈, 爹啊娘啊, 哈哈哈哈, 阿弟哥一看也够悲惨, 也得劝几句, 哎, 吴大帅, 接哀, 事情已经发生了, 人死不能复生, 不要再哭了, 哈哈哈哈, 爹啊, 吴三桂好半天止住悲声, 把脸上的泪水抹了一把, 哎, 李自成, 我跟你完不了, 你等着我的, 我要把你抓住, 抄你的筋, 拔你的皮, 拔你的眼睛当包彩, 你得给我一家人报仇啊, 弟兄们, 攻, 这样, 军兵啊, 让吴三桂这一哭, 哭的来了劲儿, 都同情吴三桂, 一看主帅全家人死得这么惨,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们怎么报答主帅, 那就得拼命的进攻, 咚啊, 哇啊, 双方又展开一场攻坚战和守卫战, 人家说都砍了, 那陈元元砍没砍, 我现在就要说这件事, 一共三十七口, 包括陈元元, 现在砍了三十六口, 就一个陈元元没砍, 那时候那是为什么呢, 李自成, 有自己的想法, 那陈元元呢, 也带着城上来, 因为那个城墙啊, 坐口高, 你得吓得离着, 毕竟是挺远, 看不太真切, 李自成没把这陈元元摆在前一排, 也没摆在显眼那边, 他深知, 这陈元元是吴三桂的心肝宝贝, 本来吴三桂完全可以投降的, 后来叫刘宗民把这事弄砸过了, 他抢了陈元元, 激怒了吴三桂, 才发展到今儿的这地步, 如果把陈元元当着吴三桂的面一砍, 那还用说吗, 那吴三桂, 那肯定是倍感悲痛, 那复仇的心就更怯了, 往后就一点退身的余地都没了, 李自成到了现在, 还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把这希望就寄托到陈元元身上, 一开始本来他命令一块砍, 起着砍砍,起着砍砍,起着砍砍, 后来轮到陈元元这儿, 这元元也不示弱呀, 元元一瞅, 一会儿我该掉脑袋了, 哎呀, 吴将军, 我的丈夫就在城下, 虽然看不清楚, 隐隐乎乎, 看着吴三桂的脸上, 远远心说, 难道我们一生一世就不能再见面了吗, 我就这么呼了啪吐, 就死了不成吗, 我就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我就怎么能不死, 轮到他头上, 闯王没发话, 看他呢, 远远说话, 创王, 我有下情回禀, 我说完了, 你再动手也不值, 本来李自成正在矛盾的时候, 听远远这么一说, 心就一动, 远远, 有话情讲当面, 闯王李自成, 杀了吴三桂一家, 三十六口, 到了陈远远这, 本来李自成正在犹豫之间, 他不想把吴三桂得罪的透心粮, 想留着这个远远呢, 做人质, 哎, 远远的小嘴也会说, 正好碰对黄了, 远远掉的眼泪呀, 向广王李自成祈求, 他说得清楚, 吴将军所爱者, 切身也, 杀吴三桂爱的就是我, 我就是他的心肝宝贝, 你要把我杀了, 那么吴将军肯定恨你恨透了, 必定全力攻打北京, 你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力, 相反的, 你留着我, 将来我见着吴大帅, 我能听你说好话, 或许对你还有用处, 希望闯王权衡力弊, 李自成一平了, 正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挥了挥手, 又把圆圆压回去, 就这么的沉圆圆没死, 单说李自成, 一只坚持的黄昏了, 吴三桂也没打破北京, 李自成这才下了城, 回到皇宫休息, 命人一方面谨守城池, 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这个会的, 有丞相牛金兴, 军事宋献特, 大将刘宗敏, 李过高一公好摇旗, 其他的人也参加了, 李自成在会上说, 说本王, 不想在北京这是非之地逗留了, 我想兵撤西安, 各位弟兄, 有何高见呢? 大家纷纷发表看法,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同意李自成的决定, 放弃北京撤回西安, 这些人呢, 思乡的情感非常浓厚, 觉得到了大西北, 如鱼得水, 那是我们的家乡, 家乡的水最便宜, 家乡的月最明啊, 家乡有多好, 何必上这儿来呢? 这北京是个是非坑, 和李自成的想法一模一样, 但有人反对, 最坚决的就是公尊李延, 李延发表看法, 北京胡锯龙盘, 自古就是帝都, 放弃了北京, 实在是太可惜了, 而且北京城市高大, 一手而难攻, 只要闯王和各位振奋精神, 坚守北京, 我想, 胜利也不会遥远, 如果放弃, 再永远也回不来了, 但是他的话, 这帮人听不进去啊, 第二个问题, 大家讨论什么时候撤离北京, 李自成决定, 五月初一, 原来怎么说的, 咱就怎么做, 我就觉得这日子是最好, 大家应该做撤退的准备, 军事宋献策说了, 在没撤离之前, 有件大事必须得完成, 什么事, 雍利闯王, 继皇帝位, 你看闯王, 建立大顺王朝, 现在还是闯王, 不是皇帝, 如果在北京不继位, 那就太可惜了, 宫殿什么都现成的, 而且宋献策说出一番道理来, 他说我呀, 算了几卦, 说大王成势在西, 继位在北, 将来固守还落在西方,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啊, 李自成也愿意, 那个王跟皇帝不一样, 谁不想当皇帝啊, 九五至尊, 至高无上, 皇帝陛下一统天下,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呀, 那是人, 奋斗的最高最高点了, 如今就摆在眼前, 岂能放弃呢, 所以李自成, 欣然接受了, 将官们也愿意, 他进了皇帝位, 能大封功臣啊, 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跟现在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事一致通过, 什么时候继皇帝位啊, 四月三十, 就是明天的事, 今儿都二十八了, 这一天的时间太仓促了, 但是时间不等人, 仓促一点就仓促点吧, 没有别的办法, 散会之后, 大家进行布置, 分头操守准备, 到了三十这天, 就四月三十啊, 哎呀, 文武百官忙活得要命啊, 就在明故宫, 轰沾谱地, 悬灯皆财, 再看李自成, 沐浴更衣, 原来带着宽边翻颜的范杨丽, 摘掉不带了, 身上穿着轻固剑袖袍, 脱掉不穿了, 换了天平官褶黄袍, 做袍的来不及, 这都是在明故宫里头翻出来的, 也不知道谁穿过没穿过吧, 找了一套合适的他穿上, 腰里记得玉带, 足下蹬着龙靴, 冷不定的一换衣服, 甭提多别扭, 连布都不会卖了, 李自成是直皱眉呀, 他没有办法呀, 一切都听宋献特和牛金星摆布, 到日出卯时, 明故宫里面, 古月宣天, 炮铸生生, 大家拥立李自成, 在无鹰殿纪皇帝位, 温武百官朝贺, 这百官都是起义军的弟兄, 哪来的官服啊, 长短不齐, 有的穿的, 有的没穿, 平常穿什么还穿上, 也没那么多乌纱帽啊, 所以有的戴, 有的没戴, 简直是五花八门长短不弃, 李自成, 既皇帝怎么三败九后朝王大礼, 这叫败无其居, 有一套礼法, 这套礼法又繁琐又难学, 但你身为大臣, 你必须得学, 不会不行, 可是这帮义军的首领, 他没学过呀, 昨天决定今天就借皇帝位仓促之间, 他不懂得行什么朝王大礼, 怎么指挥怎么干吧, 所以有的跪下了, 还有的站着, 本来应该站起来了, 有的人就跪下了, 最可笑的还有趴着不起来的, 简直叫人是啼笑皆非呀, 想当初打个历史看看, 刘邦继皇帝位, 往这个登基大扁, 就训练了将近三个月, 那多长期呀, 也像样, 也隆重, 今天跟历史不能相提并论, 是临撤退之前一场闹剧, 而且繁琐的礼节一样挨着一样, 又祭天又祭地, 没完没了, 城外炮声隆隆, 吴三桂和清兵轮番攻打北京, 战斗一场激烈, 你说这李自成能坐得住吗, 能坐得稳定, 当这登基大扁进行了一会儿的功夫, 李自成就冒心了, 他把宋献策叫的眼前, 就是, 拉倒了, 陛下, 还没完呢, 完了吧, 就这样了, 我都闹心死了, 李自成一甩袖子, 走出金鸾宝殿, 更换衣服, 快快, 穿这玩意儿, 别扭, 他把天平关摘了, 折黄袍也甩了, 依然换成原来的装束, 穿完之后, 你穿这套多舒服, 穿那边憋的扭扭扭的, 来啊, 开会, 马上就研究明日撤退的事, 间断结束, 到了五月初一这天, 天还不亮呢, 李自成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他把全军分成五队, 前后左右终, 前面正印先锋官, 是大将刘宗敏, 刘宗敏领着三万铁骑, 在前面开大, 后边留下两万军兵, 叫郝瑶齐等人在后边断货, 左边高一公, 右面李过, 李自成是自从中军, 哎呀, 这一出发可要命, 都是满载而归, 那当官的, 那钱可搂老鼻子, 金银财宝什么都舍不得丢掉, 所以是大车小辆, 攻打北京的时候, 那来的时候青庄上阵, 现在是满载而归, 这家就成了雷坠, 当兵的谁不想发财, 谁那腰包都鼓鼓的, 带着大包小溜, 你说这玩意还能打得了仗吗, 打不了仗, 大大丧失了战斗能力, 可当官你看, 我搂满了, 不准当兵的必须搂, 那也引起公分, 当兵的要是愤怒了, 不替你玩活, 那事也麻烦了, 所以只好睁一个眼, 闭一个眼, 这一层一层的, 都是你糊弄我, 我糊弄你, 带着这么多好东西, 不仅大大的迟延的撤退的速度, 而且拖累的战斗力, 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李自成, 没撤出北京之前, 也就是昨天晚上, 李自成看看这, 看看那, 一瞅着民故宫, 何等的壮文, 金碧辉煌, 标凉化洞, 鬼扶天宫, 真是人上天间, 天间人上, 真舍不得放弃, 疼着他睡不着觉, 李自成就琢磨着, 我和大明朝, 解不开的臭疙瘩, 那崇祯派人, 把我家祖坟给抛了, 我也派人, 把老朱基的祖坟给绝了, 这叫一怀一报啊, 可是我撤退之后, 这好北京, 就得让给吴三桂, 吴三桂的口号非常明确, 还有光复大明的江山, 那也就是说, 老朱基的人, 照样进北京, 做皇帝, 这宫殿城墙都现成的, 就给他留着, 想的美啊, 看来爸, 没有那时间了, 来个痛快的, 放火烧吧, 我也不能给你留着, 李自成马上下达命令, 在军队里头, 选拔出三千弟兄, 在皇宫放火, 烧, 什么金鸾宝殿, 什么三宫六院内外皇城的, 全给我烧, 你看李自成这样的做法, 古京中外屡见不鲜, 拿霸王项羽来说, 打进咸阳, 火烧厄方宫, 紧跟着就火烧始皇陵, 总之, 一改朝换代, 一打仗, 闹着兵灾, 以火为先锋, 很多古建筑, 全都毁到战火里头, 这李自成也不例外, 走哪儿烧哪儿, 这大火一早, 火鸽子烂飞, 火球乱崩, 浓烟四起, 火光照天, 城里的老百姓就发现, 怎么皇宫着大火了, 是, 这火还真大, 是李自成派人放的火呀, 看来李自成要撤退了, 李闯王要走了, 李自成要撤了, 老百姓十分警觉, 猜到了, 天还没等亮的, 李自成兵撤北京, 能那么太平, 边撤边打呀, 那炮声是一场猛烈, 寒沙声震天, 城里呢, 属于无政府状态, 皇王走了, 吴三贵的大兵没进城呢, 文武衙们不复存在, 这不是没政府的状态吗, 所以些老百姓组织起来, 有些明朝留下的一老一少, 把人们全阻止起来, 赶紧进了皇宫救火, 哪有火上哪去把它扑灭, 幸亏这些人, 不过呀, 明故宫就得烧成一片瓦砾, 再想从修从建, 谈何龙业, 那就难了, 所以说得感谢这些人, 及时把大火给扑灭, 虽然烧毁了一部分建筑物, 那么修修补补, 依然可用, 大框架没造到毁坏, 这些咱不必吸收, 单说李子诚, 杀出北京之后, 已经想好了撤退路线, 首先先撤到河北定州, 然后是真兵府, 然后是故关, 进山西, 去同关, 直接撤到西安, 这是他的路线, 所以大兵直接赶奔病州, 翻回头, 再说吴三桂, 吴三桂期盼的就是这一篇, 我恨家仇啊, 吴三桂恨李子诚, 恨得牙根儿都痒痒啊, 一看李子诚冰车子, 他真想提重兵, 把李子诚一举全奸, 把报仇出庆, 但又一项不行, 千金重担, 自己得飘着, 当前第一步, 这马上进北京, 福利太子继皇帝位, 假如说找不着太子, 老朱家留下的宗室的人还有, 哪怕找出一个合适的, 用力他继皇帝位, 国本得并下来, 才可以号召天下来, 这样也符合民心, 也符合军心, 这是当务之极的当务之极, 明朝光说了, 一切安排好了, 再追缴李子诚也不维持完, 因此吴三桂下达了命令, 列队进城, 你说这四个字一出口, 他得多高兴呢, 那刚要准备, 外边送信的感到, 要决信, 送信的人飞身飘向, 急步来到吴三桂进前, 吴大帅, 摄政王, 亲笔书记, 摄政王来信了, 吴三桂就是一愣, 没看信的内容, 就预感到有什么不妙, 赶紧把信囊拽出来, 斩书观敲, 看完他发傻了, 什么原因呢, 朱尔滚在信上简要是这么说的, 说将军身负国恨家仇, 启荣闯贼逃走, 将军应当乘胜攻击, 不能给他留喘息的机会, 本王决定, 你帅本部人马不必进北京, 马上归赶李子城, 把他消灭在半路, 因此, 特派英亲王, 吴英俊王, 两只人马八万, 配合你的大军一致行动, 不得有, 这就是命令, 吴三桂可不傻, 什么不明白, 立刻想到了, 多狡猾的多文, 你阻挡我进北京, 你怕我服名, 你怕我拒绝你进北京, 你有自己的打算呢, 如果不听, 还问吗, 我的两旁都是监军, 多多, 豪哥, 阿继阁, 这都是有名的大将, 统领重兵八万, 坚持这文, 我要一进北京, 就是一场血战, 到那时是兵败将王, 嘿嘿, 好狡猾的多文啊, 但吴三桂又一想, 也对, 这李子城从这一跑, 我要不乘胜追击把他消灭, 给他留着喘气的机会, 将来背不住还成气号, 算了, 听摄政王的, 不听也不听, 马上改变命令, 不进北京路, 全力追贼, 杀法追, 是否这样呢, 那么豪哥多多这些人同时接到多尔滚的命令, 多尔滚告诉你清楚, 你们什么都别干, 帅金兵配合着乌三桂去消灭李子城, 最主要的, 监视乌三桂的一举一动, 如果乌三桂不听我的命令, 胆敢私自进北京, 做出越轨的事情做, 既有地剿灭, 不得有, 三个亲王领命, 各体虎狼铁甲军, 跟随着乌三桂就追下去, 单说李子城, 这李子城退出北京之后, 多少的松了一口气, 在他一辈子, 乌三桂肯定不能追了, 清兵肯定也不能追, 为什么呢? 他们的目的是躲北京, 我把北京让出来了, 他们还追我干嘛? 乌三桂就忙着进了北京, 把大明的江山恢复起来, 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需要他处理, 清兵跟他是连军, 他不动清兵也不能动, 所以我这回的撤退属于安全撤退, 不慌不忙, 稳稳当当往前走, 做下一步的打算, 没想到刚走出三百里, 就是五月初三这天, 大兵刚进郑州, 得着报告, 吴三桂引大兵是随后赶来, 李自成就一愣啊, 吴三桂疯了, 连北京都不要了, 追了, 这可如何, 是好, 书接前文, 李自成撤出北京, 望西进发, 这一天呢, 正好走到定州, 定州在保定府的南面, 离北京不过是三百瓦里, 你说, 从初一他们就跑, 跑到初三, 才来到定州, 这速度太缓慢了, 为什么, 咱已经说过, 因为他们带的好东西太多了, 这些人是舍命不舍财啊, 大车小辆, 大包小包, 舍不得抛弃, 所以大大的拖延了速度, 这才被吴三桂给粘上, 李自成一看这怎么办呢, 马上传下命令, 让段后的国义将军吴可成, 杨威将军左光仙, 率大兵三万, 抵挡吴三桂, 他好倒出手来, 准备继续往西走, 咱这么说, 两军一见阵, 寒沙延天, 这吴可成左光仙, 不愧是狐将, 但风跟谁比, 跟吴三桂比差的太多, 现在的吴三桂, 杀人都杀红了眼睛, 打起仗来就不要命了, 跨下马掌中薄刀, 如入无人之境, 官名撇骑, 就像闪烈一般驰骋在江场, 吴可成一个没留神, 被吴三桂一刀斩于马下, 呼噜, 脑袋掉下来了, 左光仙一看不好啊, 是不把便走, 让吴三桂拽出剑了, 啪就这一剑, 射到左光仙腿肚子上, 把他腾掉, 哎呦一声是翻身落马, 幸亏亲兵抢救, 才幸免于难, 三难罢军不堪一击, 让吴三桂一个冲锋, 就打花了, 说这农民军怎么这样啊, 这样啊, 变质了, 不是当年了, 现在这些军队心里想什么呢, 腰包都挺厚, 快回老家去, 到家里又买房子又置地, 孩子老婆热炕头, 那一过有多美啊, 何必在撤退的时候, 把命扔在江场上, 所以打起仗里都怕死不, 这还有战斗力吗, 所以吴三桂一个冲锋, 攻滑了农民军, 所得的战力品质堆积如山, 再说左光仙被软床抬到定州城里, 来见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一看就一皱眉啊, 听他汇报完了, 李自成把桌子一拍, 啪, 吴三桂, 欺我太甚, 众外, 看出了没有, 不给这个阴头痛击, 不把他打疼了, 咱没个好, 在撤退的期间, 也不能安宁, 因此, 我决定, 一定中, 为根据地, 跟吴三桂展开决战, 李自成的说法, 大家全都同意,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五月初次, 就在定州城外拍下战场, 大旗漂白, 两方面都是精锐的军兵, 李自成, 提毛在手, 往对面关桥, 正好看见帅气之下的吴三桂, 李自成是破口大骂的, 吴三桂呀, 吴三桂, 你个背信弃义之徒啊, 出尔反尔,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李自成怕你吗, 我不怕, 你有什么本事, 你无非仰仗的清兵的实力, 没有他们给你做后盾, 你能胜得了我李自成吗, 吴三桂, 有种的, 咱单队单各地做, 我的军队, 跟你的官兵铁骑, 殊死决战, 别叫外人插手, 叫旁人帮忙, 不算英雄好汉, 你敢硬站吗, 吴三桂没理他, 新说话现在啊, 关键的时候, 咱俩别斗口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杀了我全家三十六口, 我爹, 我娘, 我儿子, 我女儿全蚕死在刀下, 国恨家仇基于一身, 我恨不能吃而知肉, 喝而知血, 把你眼睛抠出来, 当他儿子, 什么这个呢, 因此, 吴三桂并没回话, 从容镇定, 指挥军兵, 连番, 发起进攻, 那吴三桂有一定的指挥才能, 那是大军事家, 李自成也指挥人马, 双方展开决战, 这一场大战, 打的是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两方面的军兵, 你把嗓子全喊哑了, 战鼓全敲破了, 一开始, 摇起呐喊, 最后喊的都没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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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模样的, 一直到天光快黑了, 打了个难解难分, 正这么个时候, 你说怪事不怪事的, 土壤刮起大僧, 刮的是东僧, 按现在来定级别呀, 能有八级大风, 喀巴一声, 把李自成做独旗给挂断了, 又指不祥之兆, 而且这风刮的特别奇怪, 就好像给楚王军准备的是, 刮的他们睁不开眼睛, 鼻子口里全是杀土面, 而吴三桂的军兵正好顺风, 什么事也没有, 吴三桂一看, 天助我称公, 必须来, 称, 称, 李自成一看是, 大势一去, 只好放弃命中, 继续往西逃川, 就这样, 吴三桂占领了病重, 稍事休息, 养精许锐, 把部队做了调整, 然后, 把马边一尺, 继续追赶李自成, 咱就这么说, 他是边追边站, 边走边打呀, 一直过了真定, 这天就到了顾关, 李自成一看不行了, 就在顾关待了半天, 大军就撤到山西, 直接奔铜关回陕西, 这是他原来的既定路线, 可吴三桂追得顾关一看, 他不追了, 传起了一剑, 镇守顾关是, 按兵不动, 要开始休整, 不管是胜利的, 还是打败了的, 都疲惫不堪, 你想战争年月, 不得吃不得喝, 那人能受得了, 再继续打些钱, 没有战斗力了, 所以呢, 吴三桂根据实际情况, 按兵不动, 大军进行休整, 哎呀, 手下的军兵, 这才常常的出了一口气, 另外吴三桂不继续进兵, 也有原因, 他心里头十分矛盾, 也十分沉重, 为什么呢, 咱们前面说说, 出于本心, 吴三桂, 不乐意追赶李子成, 尽管有深仇大恨, 他的目标是进北京, 到北京最大的任务, 应立太子继皇帝位, 恢复大明王朝, 这是主要的主要, 就是太子找不着, 凡是老朱姬的宗室, 哪怕找出一位的, 也辅佐他, 即皇帝位, 等大局都定下来了, 然后再出兵, 追赶李子成, 也不吃饭, 偏偏这个愿望不能实现, 多尔滚不允许, 下令非得叫他追不可, 吴三桂看得清清楚楚, 我追到什么时候是一战, 这中国的版图也太大了, 李子成就跑, 我就在后头追, 疲于奔命, 越追越远, 离北京越来越远了, 啊, 看出来了, 多尔滚别有用心, 把我知的远远的, 拿我当狗知识, 他窃聚北京, 建立大清王朝, 如果我再继续往西打, 我就上了大当了, 恐怕大清王朝建立之后, 再想推翻, 谈何容易, 尽管在战争年约, 吴三桂白天指挥战斗, 依然抽出时间来, 给多尔滚写信, 向他进行交涉, 一再说, 山海关之盟, 王爷不会王了, 你我是连军, 你亲头许诺了, 我打进北京, 恢复大明王朝, 是不这么说的, 然后咱们联合消灭李子成, 我猎土分毛, 我以作仇写, 咱都发了誓愿了, 你双手赞成, 我希望王爷说话算数, 这就提醒多尔滚, 可多尔滚呢, 一再往军前置信, 这吴三桂啊来信, 大致的意思是说, 吴将军, 你放心好了, 本王说法力来算数, 君无惜言啊, 说我让你继继续牺牲, 这原因很重要, 虽然李子成被打败了, 但是元气未伤, 贼人还在啊, 不能给他们喘气的机会, 应当乘胜前进, 一举歼灭, 只有把他们歼灭了, 这朝廷才得以安全, 本王我呢, 是进了北京, 善后的事情由我来处理, 你一万个放心, 等你班师回来之后, 咱们匆匆融融的, 应立民宗室的人, 让他祭皇帝位, 本王马上兵撤山海关, 你看那有多好啊, 如果你现在非逼着我撤兵, 吴三贵啊, 你想想清楚, 那些流寇怕的是你吗? 不是, 怕的是我们清兵啊, 清兵是你的靠山, 是你的保障, 清军一撤, 他们会卷土重来, 到了时候, 你顾此诗彼, 北京还得再次陷落, 跟你再请清兵, 恐怕就不容易了, 本王就不进关了, 到了那个时候, 你后悔不迭呀, 吴将军啊, 你不必变念此事, 听我良言相劝, 继续进兵吧, 大致就这么说的, 吴三贵看完了信, 气得是拍案大骂, 狡猾, 我呀, 咔嚓咔嚓, 他把心撕了, 大骂多滚啊, 看得清清楚楚, 你别有运行, 你赖在北京不想走, 找出种种借口, 不肯撤兵, 你看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我还急去进兵, 我急什么兵, 等我打圣仗回来, 连个家都没了, 你拿我当傻小的使魂, 多尔文啊, 我不上当, 因此吴三贵越想越有气, 这才下令, 请贡官班师, 回来应, 不听, 多尔文啊, 咱俩得见见面, 好好谈一谈, 我希望你, 旅行条约, 你这么耍我, 我不敢, 所以吴三贵要办事, 奇怪的是什么呢, 那些亲兵的亲王, 没拦着, 多多也好, 好哥也好, 谁也没助来, 一面他们知道吴三贵, 办事情, 亲自看他, 说也没用, 第二, 他们也不愿意牺牲, 中国也太大了, 得打得何年何月, 山山一地, 多山呢, 这是李自成的老将, 兵法军, 败兵之将, 不可穷追, 追来追去, 必兵吃亏, 这是一, 另外, 想阻止吴三贵, 没那个实力, 别看吴三贵当初, 剩下四万来人, 但你别忘了, 他不断地打胜仗了, 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队伍, 招降的乡兵, 各地招的兵, 现在祖数, 又超过了八万多人, 所以这几个清朝的王子一桌子, 真跟吴三贵闹翻了, 但也讨不着便宜, 班师啊, 就班师了, 回到北京, 再去计较的, 所以魏家出来, 就这样, 吴三贵的先锋大军, 就进驻将州, 这将州在山西, 唐朝啊, 薛丽正宗, 咱们曾经说过, 艾袍薛丽, 就是山西, 江州, 隆门县, 大王庄的人, 到了薛仁贵的老家, 江州城虽然不大, 但挺富庶, 等吴三贵, 进了江州之后, 出榜安民, 稍事休息, 他真没想到, 在第二天早晨起来, 他把门开了, 手下大将叫杨坤, 满面春风, 从外边跑进来, 恭喜将军, 喝喜大帅, 喜事来临, 吴三贵一听, 摸不着头脑, 兄弟, 何喜之友, 夫人陈元元来的, 你再说一遍, 谁, 陈元元夫人来的, 哎哟, 他还活着, 活着, 我把他找着, 护送到江州, 与将军团聚, 吴三贵一听, 眼泪掉下, 远远, 我这远远, 你吃尽了苦啊, 你唯我吴三贵, 多容易啊, 好好好, 他现在何处, 现在离着江州, 西关外三十里, 那地儿叫筑马殿, 我先给将军来送信, 好吧, 我亲自应接, 来来, 把住处打扫打扫, 红沾铺地, 两郎度月, 准备下榻之处, 玄灯接彩, 另外准备宝马乡车, 我要亲自应接, 说书的一张嘴, 聊不了两家的事, 这陈元元的真是大难不俗, 前文书咱说了, 李自成为了要挟吴三贵, 把吴三贵的家眷亲人, 三十七口推上承容, 后来威胁没用, 他一生气, 砍了三十六个, 就这陈元元他没舍得砍, 他不是说喜欢陈元元, 他想留着他做仁致, 就这样把元元又送回老营, 那天的晚上圆圆了, 哎呀, 一宿都没合眼, 庆幸自己死中得火, 在魔王的手里头, 我终于逃出来了, 哎呀, 他也欣赏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 通过战火的洗礼, 现在的元元也不那么软弱, 这人们必须得锻炼, 精锋与剑事念, 百炼才能成岗, 元元也不例外, 但是元元就想, 吴将军指挥大军, 什么时候能进北京呢, 哎, 但是他发现, 从城外的炮声, 可以判断出, 吴三桂是节节胜利, 从城里发生一些变化来看, 李自成肯定要撤离北京, 我呀, 最好做好防范措施, 这元元化妆改叛躲起来了, 不就在屋里等来吹呀, 你这什么时候反的竟将你杀了, 其实呢, 李自成顾不过来了, 继皇帝位, 五月初一天不亮, 匆忙逃出北京城, 早把元元抛在脑后了, 到了初二这天, 元元平说了, 李自成撤离了北京, 哎哟, 他第一次占着胆子赶上了街, 心说吴将军的大队肯定就要进城了, 我跟三桂将军 正好重逢了, 他抱着期盼的心情, 两眼望穿, 但是左派没有影子, 又派吴三桂并未进北京, 后来听说, 吴三桂指挥大京追赶李自成去的, 陈元元真好像万丈高楼, 一脚灯空, 天天是一泪洗面, 单说这个北京城里, 李自成走了, 留下三千人, 这三千人干嘛, 专门放火, 烧民物工, 烧太廟, 所有的华丽建筑要复制一律, 你说统帅走了, 这些人能守得了纪律, 除了放火之余, 坚硬烧杀, 什么都干, 就变成了土匪一样, 没有约束, 与此同时, 北京城处于无政府状态, 那些地匹流氓, 把杂的琉璃球二六P, 也乘机出笼了, 这帮家伙, 你不要小瞧, 这是社会上动乱的因素, 哪个朝代都有这么帮人, 平常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 走东家串西家, 出入赌场和烟花柳孝, 玩女人呢, 趁着你不备偷盗摸取, 就是这么一行人, 一看传军走了, 清兵还没进关, 吴三桂也没进城, 嘿,得漏了, 这帮小子是尖尖烧杀, 无恶不作, 无所不为, 就成了北京的遗骇, 北京城的老百姓倒了没了, 怎么办呢, 在这个结果眼上, 明朝的故隶, 就过去在明朝做过官, 此人姓曹叫曹如, 万败兵部郎中, 由他平身而出调头, 就组织了家兵家将能有几千人, 一方面救火, 一方面跟这些残渣余孽展开殊死的争斗, 这老百姓受害受得也太深了, 人人切齿, 也加入到航列, 拿着木板, 掏灰盘, 卢村子, 铁销大岛, 纷纷上了街了, 这群众的力量, 实在是太大了, 这么一联合, 迅速地把李子藤留下这些人给消灭了, 他们呢, 就盼望着吴三桂, 赶快回北京, 书接前文, 咱们正说到陈元元和吴三桂又团聚了, 正在说陈元元的道理, 怎么他就没死, 怎么到前提江州来的, 说这段经过, 原来啊, 明朝的兵部郎主, 名字叫曹隆, 由他组织人啊, 把李自成留下的三千多人给消灭了, 把那些地痞流亡, 残杂欲滅, 也一网打尽, 他保证了北京的社会安定, 那么大家自然而然的, 就想到陈元元, 知道陈元元和吴三桂的感情吗, 他们想方设法到了老营, 把元元给找到了, 因为李自成跑了, 所以用宝马乡车, 把元元又送回乌府, 抽了一部分军兵, 在这儿保护元元, 吃喝有人供给, 元元第一步是安定下来, 但是偌大的乌府啊, 远远想起当初的事情, 心都碎了, 他不明白, 吴三桂为什么不进北京, 为什么继续追赶李自成, 难道说他把我忘了不成吗, 其实他哪了解实际情况, 吴三桂也是被逼无奈啊, 他怎么不想进北京啊, 而且吴三桂已经派专人, 以杨坤为首寻找元元, 没过两天, 杨坤找到吴府了, 跟门上的人做了说明之后, 迈步走进中康, 一见元元, 这他说, 我是吴将军派来的, 专门寻找夫人, 夫人啊, 看着你非常安全, 我特别高兴,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吴将军什么时候返京还很难说, 第一步你们夫妻先团聚吧, 我送你赶贝山西, 就这样用车, 把元元送到驻马店, 杨坤一打听, 情况, 吴三桂扳师了, 大兵正好在降州, 所以他赶紧来见吴三桂进行通报,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单说吴三桂, 得着这个喜气之后, 眼泪巴达巴达掉起来, 感觉着对不起元元, 通过杨坤这一介绍, 他才知道, 闹了半天, 元元就在北京, 没离开, 他原以为啊, 刘宗敏他们撤退, 肯定把元元给烧着走, 元元元的死活都很难说了, 他没想到, 哭口余声, 能不高兴吗, 吴三桂, 上了白龙马, 压着乡车, 带着古月班子, 一直来到驻马铃, 他这么说, 跟元元团聚, 元元一看吴三桂, 引甲白袍, 这心上的人又见了面了, 这一头扎着吴三桂的怀里, 是放声大哭, 将军啊, 莫非在梦中不成, 吴三桂的眼泪把他把他掉下来, 元元, 这不是做梦啊, 老天也有眼, 周济咱们团聚, 元元啊, 你放心, 再也不分开了, 当天, 把陈元元接到江州官邸, 夫妻二人同他相眠, 您还用问吗, 那个亲乐劲就甭提了, 别看元元时深于多人, 让很多人占有了, 仅能占有他的肉体, 而不能夺走他的心, 他的心始终如一在吴三桂身上, 所以两个人亲热的不得了, 吴三桂发了事了, 不管怎么的, 咱俩人再也不离开了, 有我就有你, 有你就有我, 肯定不离左右, 在江州休息了两天, 吴三桂下令, 马上起兵回北京, 现在吴三桂 替代着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 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广安门, 朝阳门一带都是他的部队, 再说城中的人, 城中的人, 期盼吴三桂快点进北京, 两眼都望穿了, 怕的都瞎了眼了, 尤其明朝那些顾历, 要想夺回时去的天堂, 恢复官知, 恢复俸禄, 一切仰仗谁啊, 吴三桂啊, 吴三桂可以说, 是恢复大明的禀梁柱, 那是嫁孩子金梁, 没有吴三桂, 一切都是空谈, 他们拿吴三桂当了菩萨, 当了圣神啊, 等消息传到北京, 哎呦, 这帮人是奔走相告, 各个兄弟, 吴大帅终于回北京了, 吴三桂将军这回是真的回北京了, 那位说还有假回北京吗, 啊, 有过这事, 说起来很可笑, 李自成五月初一撤离北京, 五月初二初三北京无政府状态, 那阵多尔古人还没进北京, 正在整顿人马, 他们以为的, 那进北京肯定是吴三桂, 他要恢复大明朝嘛, 所以奔走相告, 那些当官的, 把过去的衣服就全穿上了, 戴着纱帽, 身配蟒袍, 列队应接, 跪了一层又一层, 一趟又一趟, 结果没接列吴三桂, 接的都是清兵, 他们在那桂子抬起头了一趟, 呀哈, 这不是八旗清兵吗, 剔的脑瓜皮, 梳着大变, 剑袖胡服, 弯弓插箭, 从服装上, 到一切, 跟汉人截然不同了, 这些官老百姓全傻眼了, 当然, 老百姓是看热闹为主, 想去赌, 吴三桂及其官邻铁骑, 结果到这干也发傻了, 我们这, 这不是胡人吗, 清军的怎么这么多呀, 怎么谈的, 怎么谈的先进了北京呢, 谁敢竹篮呢, 可他那桂子也不能起来, 多尔滚就误会了, 多尔滚坐在车上, 聊起聊的一看话, 这大明的老百姓和当官的真热情啊, 应接清兵进北京, 你看这场面多壮观啊, 原来有敌对情绪, 看来现在荡然无存了, 多尔滚高兴, 频频向众人招手致意, 就这么点, 他的车子直到皇宫内院, 才进入皇城, 打那儿清兵进了北京路, 人们这才知道, 吴三桂将军不在, 领部下继续追赶李子城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 哎呀, 大伙这心呢就揪起来了, 他说吴将军你不对, 你怎么舍大全小, 什么时候追李子城不行啊, 你偏敢这时候追, 我们都等着你进北京呢, 你好得办大事, 你这可好, 全都落空了, 所以人们奔走相告的情绪一扫而光, 哎, 盼来盼去, 消息传来了, 吴三桂真正又回到北京了, 所以有些人根本就不相信, 但是依然抱着一线希望, 列队迎接, 一看果然是吴三桂的官名撇棋, 再看吴三桂, 跨家压棋白龙马, 安颤交换赠鸣刷样, 是白甲素袍啊, 腰悬着宝剑, 苗志桓得胜勾挂着宝刀, 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 天赋大将一个凶酒酒气昂昂, 紧跟在身后, 再看官名撇棋, 不无掌棋, 服装也掌棋, 这是咱自己的军队, 这是大明朝的军队, 这是大明朝的江山宝藏, 人们欢呼, 欢迎吴将军进城, 欢迎吴将军进北京啊, 吴三桂也没法走了, 要跟着你, 从马上跳下来, 跟乡亲们打招呼, 跟顾明朝的那些当官的打招呼,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 眼里都流着泪啊, 吴大帅可把民盘回来, 吴大帅您可回来了, 啊, 哎, 吴三桂就一愣, 愣什么, 他发现, 大多数接他的官民, 把头都剃了, 虽然衣服有的没更换, 没有换虎服, 大概头贴了, 后脑勺是多一条大辫子, 呀, 吴三桂一皱眉啊, 啊哈, 我各位, 这怎么回事, 一指那大辫, 我这些人哭了, 就好像啊, 失散的孩子见着爹娘一样, 一个个陈塑紧过, 吴将军, 我们是迫不得一而为止, 摄政王下了严令, 让我们剃头改换服装, 他说江山变了, 朝代变了, 明朝已经不存在, 那种衣服不能穿, 哪个抗令不尊就杀头, 同时还留了那么两句话, 叫留头不留发, 第二句叫留发不留头, 现在清兵啊, 抱着大令, 拿着剃头套, 大街小巷的trial, 见着一个摁那儿就剃头, 就得书链子, 谁敢抗令不尊就砍脑袋, 将军呢, 你看这可怎么办, 好这样, 大明朝不灭呢, 三位见雷道处, 怒怒冤政, 先说多儿滚多儿滚, 你出而反而, 是我说话不算数, 是你说话不算数, 你利用我牺牲不在北京的机会, 你强行我臣民剃头, 留大便, 是干什么, 难道说这北京就是你的了, 这老百姓都是你的臣民了, 啊, 幸亏我回来得早, 我回来得晚了, 恐怕我连北京我都进不来了, 我三位还气坏了, 安抚这些人, 好好好, 你们放心, 我这一回来都好办, 如我见摄政王, 前去理论, 头一天, 吴三桂下榻在吴府, 还真不错, 摄政王多儿滚, 派了许多大员, 来看望吴三桂, 慰问吴君, 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其实摄政王对于吴三桂, 无故班师是十分不满, 其实说你这人可好, 我叫你打, 继续追赶李自成, 你就是抗令不尊, 现在多儿滚已经发现, 这吴三桂不听话, 不听话了, 我现在重兵在他身边, 他就敢跟李自成谈判, 双方就定下永平蒙约, 你说这人厉害不厉害, 倘若我不在他身边, 他就得返天, 现在他口口声声, 叫我让出北京, 要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 你想什么来的, 你想的美, 我能离开北京吗, 绝对不能, 这吴三桂, 迟早我的下家伙收拾他, 你要听的话, 宽都罢了, 有利用的价值, 不听话, 我就得收拾, 拿你开刀, 这摄政王多尔文呢, 下了不是一次决心, 为了吴三桂, 也开了几次会, 但表面上, 还得过得去, 不管怎么说, 是联军, 是朋友, 吴三桂立下汉马的功劳, 那也是明朝的明将, 老百姓对他汉法最好, 威望最高, 不能轻易的下家伙, 没什么, 还得利用吴三桂啊, 所以呢, 他派人来看望吴三桂, 到了第二天, 在此印城吴英殿, 接见了吴三桂, 吴三桂等进了吴英殿, 抬出一个话, 正中央宝座上坐着孩子, 他这才知道, 这就是清政府的顺治皇帝, 名字叫腐林啊, 性爱新觉罗,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圣经, 也就是从沈阳, 到的北京, 听说这腐林的娘, 布尔基基特事, 也从沈阳, 迁到了北京, 看那个样子, 要长期安营扎寨, 赖在北京不走, 吴三桂是怒火, 中山务, 最后是强压怒火, 来拜见多尔国, 多尔国真不错, 笑脸相迎, 亲自接出吴英殿, 拿着吴三桂的手, 吴大帅, 辛苦了, 你打仗打得太漂亮, 不失为一员虎将, 真是, 功必取, 战必磕呀, 本王正要隆重, 给你接待祝贺, 来来来, 我介绍一下, 这就是大清皇帝陛下, 俘林, 过去见过, 吴三桂心说, 我怎么能拜他呢, 我拜的是诸明的皇帝, 我不能拜他呀, 这吴三桂, 乡家怒火, 举了仨功, 没磕头, 多尔国看得清清楚楚的, 吴三桂也没说话, 举完了功之后了, 多尔国分配成, 请, 领着吴三桂, 来在密室之中, 设酒款待, 吴三桂毫不客气, 进入就说, 我王爷, 我不明白, 山海关之盟, 你忘了不成, 我有必要再给你提个醒啊, 我管你们是戒兵, 帮着我消灭了李自成, 帮着我恢复了大明朝的江山设计, 然后我筹谢你们, 要哪儿我给哪儿, 猎土筹报, 你看好不好, 大明朝的江山恢复了, 我们永结蒙好, 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一方有难, 对方帮忙, 我想这样做, 两国的臣民无不高兴, 可是王爷, 我看你言行相悲, 你想赖在北京不早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强迫我的臣民, 把头给剃了, 而且强迫他们改换红服, 说什么, 留头就别留发, 留发就别留头, 这怎么解释, 哎, 我说王爷, 你这本身, 强迫我们人这么干, 就是背信弃义啊, 王爷, 我万难接受, 我才, 我才, 一句话, 把多尔滚问得没词了, 多尔滚也感到内疚, 你将这么大的事, 应当跟吴三桂打招呼, 而且在山海关煞雪为盟, 这才几天的事能忘吗, 那都有手续, 都有文书的, 吴三桂都带着, 保留着呢, 要拿出来, 你看看, 这是你承诺的过, 这是你写的过,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所以, 有点舌头发短, 我都, 哎呀, 吴将军, 你疑心太大了, 本王绝没有赖在北京不走的心, 我没有那些, 我说话是算数的, 我没说吗, 你在前方战斗, 我替你看家, 维持北京的治安, 等你消灭了刘寇班师的那一天, 本王帮着你恢复大明江山, 你说那有多好, 你非得这个结尾而上恢复大明朝, 现在大明的太子还没找上, 你能胡了八图的找一个老朱节的人, 就辅佐他做皇帝吗, 那是不是尽似荒唐啊, 哎, 吴大帅啊, 你放心, 本王说话算数, 哎, 你不必多想, 至于我颁发的命令, 让大伙剃头, 我也是好心, 是不是, 既然你们不愿意, 你们反对, 我把成命收回, 愿意剃头的就剃, 不愿意剃的拉倒, 愿意换服装的就换, 不换拉倒, 一切自变, 你还怎样, 如果三规一听啊, 这样还行, 他也不愿意把事情闹翻了, 真闹翻了, 惹不起多尔滚啊, 他已经看得清醒的, 多尔滚是百般借口赖在北京不走, 你把府邻街到北京就说明, 你怀有决心, 我怎么办, 我还得保存我的实力啊, 现在我能战斗的军兵, 超过八万了, 号称十万了, 这就是我的本钱, 要恢复大明的江山设计, 要斗李自成, 对付清兵, 全靠着这支队伍, 一旦闹翻了, 什么都不存在了, 因此, 吴三规把话也拉回来, 王爷, 那我就是多想了, 王爷, 我说话嫉妒, 多有得罪, 请王爷原谅, 没说的, 没说的, 咱是自家人, 不分彼此吧, 另外, 吴元帅, 我再告诉你, 就将来有一天, 你班师回来, 恢复了大明的江山设计, 你老说猎土仇献, 这个我不要, 一寸土地我都不要, 你支掌的大明的江山设计, 跟我支掌的一样, 我绝对绝对的放心, 你何必计较呢, 哎, 将军啊, 你回来了, 需要些什么, 你分赐下来, 本王马上筹备, 就这样, 吴三规在这吃完了饭, 回到府里的, 陈元元就问了, 将军怎么去了一天, 气死我也, 这个老东西, 跟我耍花活转腰子, 先方百议就是不走, 我岂能为他善罢, 甘休, 书接前文, 吴三贵, 班师回到北京, 见着摄政王多尔文, 已经交涉, 这多尔文呢, 还就算不错, 对待吴三贵, 礼貌相败, 提旁的问题, 多尔文能迁就就迁就, 能答应就答应, 唯独一个问题是绝不让步, 那就是吴三贵提出来的, 要尽早找着太子, 和老朱姬的宗室, 立为皇帝, 光伏大明的江山, 唯独这一边上, 这多尔文呢, 总是找这种借口, 那种借口, 予以拒绝, 弄得吴三贵, 急不得, 脑不得, 只好人气吞声, 耐心等待, 可就在吴三贵, 在北京这段时间, 明朝那些一老一少, 有做官的, 有身伤巨骨, 纷纷来拜会吴三贵, 他们把希望, 全寄托到吴三贵身上, 劝说他, 催促他, 尽快, 光伏大明的江山设计, 这样人心才能安定, 把吴三贵搞得, 他头是昏昏沉沉, 这个摄政王多尔谷一看, 这吴三贵, 是个祸害, 留到北京, 不是个好事, 想把吴三贵除掉吗, 也不是不可以, 但以目前情况而断, 绝对还不行, 他还得利用吴三贵, 利用吴三贵, 及其官邻铁企业为个效力, 所以呢, 他几经研究, 最好的办法, 是把吴三贵赶出北京, 不让他带, 是非之地带着, 他就以顺治皇帝的名义, 下了几道招职, 请吴三贵, 帅本部人马进驻山东前去剿匪, 一开始吴三贵啊, 找些借口往后拖, 后来一看拖不过去了, 只好硬着头皮, 开拔奔山东, 临走的时候, 多管给他践行, 吴三贵还说呢, 王爷, 你我定立的山海关之盟, 您不会忘记吗, 这是我心目中的大事的大事啊, 王爷, 希望您说话算数, 哎, 吴将军, 你放心, 本王说话一定算数, 还是那句话,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你把流寇搅拼了, 本王一定协助你, 恢复大明的江山设计, 到那时候我一撤兵, 不就完了吗, 你不必担心, 王爷, 我谢谢您, 就这样, 吴三贵带着陈元元, 以及心腹爱将温宁铁骑, 开拔到了山东泰安州, 到这扎下行员, 那么陪着他来的, 依然是英亲王阿基格, 这阿基格跟吴三贵还飙上了, 率领着六万撇骑, 只形影不离, 表面上归吴三贵截至, 实质是监督吴三贵的一举一动, 咱这么说吧, 吴三贵到了山东这一段时间呢, 比较安定, 名义上剿匪, 都是小谷的土匪, 一击击溃, 没有大型的战斗, 所以吴三贵呢, 就比较清闲, 说清闲呢, 新的事又上来了, 那位说, 什么事, 现在南明成立了, 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小朝廷, 那位说, 什么叫南明小朝廷呢, 就是在南京, 有许多名人, 向兵部尚书石刻法, 大学士马世英等等等, 拥立府王朱优松, 进了皇帝位, 国号依然是大明, 因为在中国的南边, 所以叫南明政权, 又叫鸿光政权, 这朱优松啊, 是崇祯皇帝的哥哥, 今年四十多岁了, 说起这个人呢, 是个软弱无能之位, 除了爱吃肉之外, 别的都差点, 也没有什么作为, 但人家姓朱啊, 是朱元璋的后人啊, 是崇祯皇帝的哥呀, 爵位是福王, 现在找不着太子, 找不着其他的宗室, 让他继位, 也算名正言顺, 所以就在南京, 继了皇帝位, 马世英独揽大权, 这马世英啊, 替他谋划, 现在南明政权建立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先帝崇祯, 调死眉山了, 皇上死, 群龙无首, 怎么能行呢, 所以呢, 拥戴宁, 寄了皇帝位, 大明的江山依然还存在, 要想正式的恢复大明的江山设计, 一统天下, 唯一的就得有军队呀, 没军队能行吗, 那么选来选去, 最著名的, 最有实力的就是吴三桂, 所以南明政权当今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把吴三桂请到南京来, 借助吴三桂的实力, 一统天下, 对抗满洲骑兵, 大伙一致同意, 说怎么争取吴三桂呀, 不有那么句话吗, 人无力不起走, 你得给吴三桂赏赐, 得收买他呀, 就这样, 几经严谨, 这宏光帝颁发圣旨, 圣旨上表彰了吴三桂所立下的丰功伟级, 加封吴三桂为继国公之职, 不仅加封他, 还加封他爹吴香, 就死去那老吴头, 为辽国公之职, 追封吴三桂的母亲, 为辽国夫人当当当当当, 组织老吴家三亲六故, 该封官的封官, 该追封的追封, 同时, 宏光皇帝还亲自赐吴三桂, 玉玛无拼, 黄金一万两, 白银十万两, 派出北上使团, 前去见吴三桂, 要说服吴三桂到南京来, 这些事忙乱了一阵之后, 北上使团开始出发了, 咱说实在的, 要看外表这个形势上, 南民这小朝廷, 雄心勃勃, 实则不然, 就这小朝廷, 虽然刚刚诞生, 矛盾百出, 还没等怎么立呢, 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你对我不满, 我对你不满, 互相拆台, 要军队没军队, 要钱没钱, 你说这小朝廷能维持多久呢, 按下这咱不说, 但是说北上使团, 身负着两组任, 一种是说服乌三桂, 二一种, 赶奔北京见摄政王多尔滚, 前去讲和, 这个事外人不得而知, 那个说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闹了半天, 南民这个小朝廷是贪生怕死, 不敢得罪, 满洲骑兵, 也不敢得罪其他人, 到北京来见多尔滚呢, 想讲和, 以长江为界限, 长江以北, 归清兵, 长江以南, 归南明小朝廷, 这就效仿着南北宋的故事, 北宋被金给灭掉了, 尼玛渡康王, 康王赵构跑到临安, 就陷在这杭州, 在那儿建了都了, 不就跟金人讲和吗, 以长江为界, 北边归金人, 南边归他, 所以那赵构, 就成了南宋的高宗, 维持了一百多年, 现在这个宏光皇帝, 朱元宋也想效仿这手, 在南京一建都, 有个小朝廷管辖着吉省, 有吃有喝, 平安没事, 他自己一享福, 就算了, 这叫苟且偷生, 胸无大志啊, 就这样, 北上使团, 到了北京了, 这使团呢, 一共是五六个人组成的, 这五六个人, 都是有学问的, 也有地位, 有学士, 高文雅, 杜鹏辉, 陈一泛, 左光帝, 还有马少渝, 等等的, 都是蛇变之士, 能排华, 见着摄政王, 把来意说明, 进献了礼物, 摄政王说这么办, 事关重大, 容本王思考, 你们先拼个信, 他们觉得挺有希望, 在北京一住可没闲着, 寺外奔走, 联络鲜明的一老一少, 把这些人联合起来, 好助他们一臂之力, 在此期间, 他们又抽出人手, 赶奔山东泰安, 来见吴三桂, 到了泰安, 住在广义之后, 第二天, 携带着重礼和招书, 来到吴大帅府, 其实吴三桂, 早就听着这个信, 吴三桂可不傻呀, 对北京, 对南京, 发生的事情, 它是极其敏感, 而且派出不少的戏作, 随时随地, 要掌握全国的渡态, 北上使团刚就出发, 吴三桂就知道了, 他总之, 肯定得上泰安州来, 也做好了准备了, 经过慎重研究之后, 第一次准备接待, 再说第二天, 北上使团, 大学士高文雅, 帅团来到吴大帅府, 见着吴三桂, 吴三桂是一礼相待呀, 老朋友了, 分宾主落座, 茶坝歌斩, 高文雅一抱拳, 吴帅, 老虎功高, 丰功伟极呀, 现在朝廷上下, 游口皆碑, 大帅, 你是光复大明的, 青天伯玉柱, 家孩子阴良啊, 我代表万岁爷, 代表满朝文武, 来看望你, 来谢谢你了, 哼, 吴三桂笑了笑点点头, 您过誉了, 三桂身为惊人, 保家卫国是我的神圣职责, 义不容辞, 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罢了啊, 我是一武夫, 有什么可赞美的, 不不不, 大帅, 您功在设计,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此番来, 带着招书而来, 说着话, 把盒打开, 取出宏光皇帝的招书, 往吴三桂面前的战士高声朗读, 在他认为, 吴三桂听见招书到了, 马上起身跪倒行李, 听后宣旨, 哪知道吴三桂在那坐着连动也没动, 弄得这个高文雅挺尴尬, 那也得念呢, 把旨意宣读了一遍, 还是那套词, 大肆表彰吴三桂的功劳, 在上旨上歌公颂德表彰了吴三桂, 加封他继国公之旨, 又赏一颗金银, 又有龙袍, 噔噔噔噔噔噔噔, 最后是望赵谢恩, 等高文雅读完了, 把圣旨往旁边一放, 吴帅请接旨吧, 哼哼哼哼, 哎呀, 我说高雄啊, 你先坐下, 各位, 你们全坐下, 听我, 申诉肺腑, 还是那句话, 三桂乃一见五复, 国破家亡, 我是非常痛心, 因此, 国恨家仇, 急于一身, 我跟闯贼李自成, 有不解之仇, 消灭这只流寇, 光复大明的江山, 是我神圣的职责, 我跟满人讲得非常清楚, 现在我是管他们戒兵, 戒兵的目的, 是消灭李自成, 张献忠两大股流寇, 及早光复大明的江山, 这就是我的职责, 但是我呢, 掏心窝的说句实话, 我想立太子为敝, 至于福王朱游松, 继皇帝位这件事,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 名不正, 言不顺, 换句话说, 这个朝廷, 我现在不怎么认可, 所以他的赏赐, 我万难接受, 各位请回吧, 上父父王, 我表示感谢, 但其他的, 现在还谈不到, 而且事关重大, 得容我考虑考虑, 再决定, 喂喂, 高文雅都彭辉, 两人彼此看了一眼, 吴大帅,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呀, 太子殿下, 不知现在身在何处, 咱们说句难听的话吧, 恐怕, 早已死在战乱之中, 人已经不在世上, 我们也派人寻找过, 因为找不着, 没有办法, 才立福王纪皇帝位, 不管是太子也好, 福王也罢, 都是老朱祭的宗室, 人家一脉相传, 咱们是做臣子的, 我们辅佐谁, 我看都没有什么关系, 大帅啊, 您这叫借口啊, 据我们观察, 摄政王多尔文, 能听您的吗, 我看不能啊, 将军啊, 你急早打主意啊, 有道是机不可施, 时不再来, 时间可不等人呢, 将军啊, 跟我们上南京吧, 哎呀, 我说过了, 事关重大, 如我三思, 方才你们说了, 恐怕太子已不在人世, 这也有可能, 但是, 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 我就不能死心, 一旦真找不着太子, 或者太子寻了国了, 然后咱再商量, 你们看怎么样, 来来来, 宋客, 宋客, 什么叫宋客啊, 往外捐, 把他们给撵走了, 高温雅, 杜鹏辉等人, 回到管医, 对吴三桂是十分不满的, 不给捐出来了吗, 带了这么多礼品, 吴三桂不受啊, 哎呀, 这样回到南京, 如何交代呢, 不行, 还得去找吴三桂, 有道是世上无难事, 就怕心不专啊, 第二天他们就来了, 结果碰了闭门羹, 吴三桂是借故不见, 不予接待, 后来他们又来了, 吴三桂没有办法, 只派手下的人跟他们周旋, 一共他们来了七次, 吴三桂仅见了一次, 后来这帮人一看吴三桂贴贴了心了, 怎么说, 吴三桂也不动心, 看来是白来了, 只好是乘兴而来, 败兴而归, 回南京复职去了, 再说吴三桂, 吴三桂可不傻呀, 看得清清楚楚, 最近一段时间, 他对南明的小朝廷了解的差不多了, 他知道福王朱游松就是个头号大贩同, 他能坐在了皇上吗? 他不配, 再说他手下的臣子, 除了使科法, 那是个堂堂正正的忠臣, 其他的人都是陆路至辈, 形同是行尸走肉, 你看没有多久, 东临党, 燕党就争斗开了, 为了争兵权, 打个不亦乐福, 使科法名义上是兵不上书, 要兵没兵, 要将没将, 不能解制手下的人, 干脆谁也不听谁, 是想这样一个小朝廷, 能维持多久, 这是满洲铁骑, 没倒出手来, 要倒出手来, 大兵一过, 那小朝廷就得垮台, 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能去保他吗? 那不可能的事, 我呀, 还按我的主意行事, 尽快寻找出太子来, 辅佐太子地位, 那才是我的心愿, 因此吴三桂也没闲着, 到了山东泰安之后, 三番五次写信给多尔滚, 还要求多尔滚答复他的要求, 但这些事情, 多尔滚也了如指导, 他派出人去了, 在吴三桂的周围, 吴三桂干什么, 他也非常清楚, 他觉得吴三桂是个危险的人物, 现在南明派人频频跟他接触, 虽然他没怎么见, 也没表态, 但迟早恐怕要动心了, 怎么办? 再再看看吴三桂来的信, 这吴三桂念念不忘, 光复大明的江山, 张口太子长, 闭口太子短, 所以现在有两个主意, 叫吴三桂死心, 怎么能叫他死心呢? 就是尽快找着明朝的太子, 把他给干掉, 死了吴三桂的心, 另一方面, 尽快加封吴三桂官之, 叫他这心呢, 就死了, 不要再想成光复大明的江山了, 那么死心塌地的, 为大清朝的江山卖力, 怎么办呢? 他是左思右想, 鼓梁策, 书接前文, 大清摄政王多尔滚, 那不仅是个大政治家, 大军事家, 也是个大思想家, 这人可不简单, 那么对吴三桂, 他就没照念了呢, 说解决官邻铁骑, 消灭吴三桂, 也就是举手之劳, 为什么不动他呢? 有原因, 还得说多尔滚, 站得高, 看得有功, 他非常清楚, 满洲铁骑, 要想统治全中国, 谈何容易, 这中国也太大了, 吴三桂不会是一员虎将, 他还得利用吴三桂, 去对付李自成, 对付张献忠, 假如现在就把吴三桂给解决了, 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 所以, 尽管对吴三桂他不放心, 不满意, 还得利用他, 等将来再说, 怎么能使吴三桂死心塌地, 给自己办事呢? 一个是封大官, 取大院, 让吴三桂死心塌地, 第二, 尽快解决明朝太子问题, 是啊, 自从到了北京之后, 派出不少的人, 就寻找明太子的下落, 到现在那样? 你说这人跑哪儿去了? 留着就是隐患的, 要把明太子给干掉了, 那吴三桂也就死了心了, 真应了那句话了, 想啥来啥, 就在摄政王波尔文, 为这事思虑的这时候, 这天范文成来了, 向他报告了, 一个意外的情况, 王爷, 明太子, 咱找着, 啊, 真的, 真的, 怎么个经过, 哎呀, 我也问过, 闹了半天, 顺天府的普派, 把他给找着, 是吗, 真是明太子, 王爷放心, 一点都不假, 审问过多次了, 我也怕, 这是假牌的, 所以没敢向王爷禀报, 现在看来一点错也没有了, 这才禀报王爷, 哦, 人现在何处, 压在顺天府大牢, 不要难为他, 此事要绝对绝对保密, 不准外传, 不吗, 是, 不过王爷, 不知道什么人走漏了消息, 好像街上街头相议, 都知道这件事, 糟糕, 糟糕啊, 这什么人嘴这么不紧, 胡说八道, 这样, 今天晚上, 本王要亲自审认, 把一干人犯给我带到王府, 扎, 书说简短, 到了当天的晚上, 摄政王多文, 就在内厅设立了公汤, 顺天府的府衍, 刑部尚书, 范文成, 洪成筹等人, 全都在座, 把一干人犯带到, 头一个审问一个尼姑, 因为呢, 这太子就住在尼姑庵里头, 跟他有直接关系, 他是窝主, 这老尼姑, 抖一而战, 跪在堂下, 都会问他, 你说一说, 明太子怎么能住到你的庙中, 究竟为什么? 老尼姑说, 说我不知道他是明太子, 在两个多月之前, 我这庙外头来个小孩, 衣服蓝绿, 瘦弱不堪, 我看他十分可怜, 就把他给收留了, 给他治好了病, 留到庙上做点零碎活, 这就是一开始, 我问他, 他说他姓李, 叫李大, 再问他旁边, 他都不说了, 我怎么知道他是明太子呢? 往下扬, 后来呢? 后来是发生这么个事, 突然有一天, 武台山来个和尚, 这和尚叫大悲和尚, 突然到我的庙上, 非要见那小孩, 我问大悲和尚, 你认识小孩吗? 他说认识, 说当初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没短了, 不是我们武台山的庙子, 是个大善人, 听说他的遗孤在此, 故此贫僧前来寻找, 打算把他带回武台山, 我就信以为实了, 把这孩子就交给他了, 可是后来, 差官把我逮捕了, 跟我说什么, 在我庙上住的那孩子, 就是明太子, 说武台山那和尚, 就是他手下的人, 说我们一伙狼狈为奸, 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情况, 请王爷开恩, 我冤枉了, 带下去, 录了口供, 带下去, 又把那和尚带上来, 一看那和尚能有六十多岁, 长得不错, 红光满面, 身体高大, 气质也高雅, 看那样还不害怕, 戴上之后, 合上双膝跪头, 摄政王多尔滚就位, 你叫什么名, 贫僧大碑, 出家在哪儿, 武台山文书院, 你到北京来干什么, 找我一个朋友的孩子, 你这朋友, 叫什么名, 我这朋友姓李, 叫李子鹏, 李子鹏, 对, 我这朋友不在了, 他是个大师祖大善人, 听说他的儿子流落到北京街头, 十分可怜, 因此贫僧想把他的儿子接回武台山, 就这么简单, 旁的没有, 是吗, 你说的可是实情吗, 贫僧说的拒绝, 据事实, 不信王爷可以调查, 压下去, 带那小孩, 人们把目光, 全集中到这小贩人身上, 一看那小孩个儿不小, 跟成年人差不多, 长得细细的, 身材宽宽的肩膀, 上到膛上来, 毫不畏惧, 长得是平头正脸, 不过呢, 穿的衣服很破旧, 多儿肯看了看, 一瞅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 不过脸上有点菜色, 菜色是什么, 气色不太正, 可见眼时和心情都不怎么样, 摄政帮把桌子一拍, 娃娃, 你是何人呢, 事情到了现在, 我也不隐瞒了, 我就是明太子, 我姓朱啊, 我叫朱次郎, 朱次郎, 多大年纪, 16岁, 你真是崇祯朱有俭的儿子, 那错不了, 我就是东宫首决殿下, 哦, 我先问你, 这么长时间, 你都躲到哪儿去了, 王爷荣禀, 我爹死在皇城, 临死之前留下遗诏, 交给我了, 让我们弟兄三人, 赶紧往南方逃走, 联络有志之士, 光伏大明的江山, 跟您这么说了, 我自幼生长在皇宫内院, 对外间的情况毫不熟悉, 我离离开皇城的时候, 身边还有两名小太监, 后来被乱军冲散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宇, 我无处偷奔, 后来流落在街头, 我就要了饭了, 大约过了二十几天的时间, 我跑出北京, 心想赶奔南方, 但是到南方我偷奔谁去, 我俩眼睛漠黑了, 我靠着药饭卫生走出去半个多月, 后来没办法, 我又回来了, 又渴又饿又冷, 怎么办呢, 我跑到尼古安外头去, 药饭去了, 结果被老尼把我给收留了, 后来五台山的和尚来接我, 他都把我接走, 没想在此期间被你们给抓住了, 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那个和尚说, 你父亲是个大善人, 说不仁看着你流落在北京街头, 他并没说你是明朝的太子, 他胆小怕事, 他不敢说, 我替他说了, 那都是瞎话, 我就是明太子, 一点都没含糊他, 看来你说的是实话了, 真的, 千真万确, 我说王爷, 我听说你是清朝的大官, 你掌握着兵权, 我今日被你抓住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 要杀你就开刀, 吃肉你就张口, 我死而无怨, 你说吧, 怎么的都行, 不要, 这小孩振振有词, 毫无畏惧, 多尔文不相信, 又详细问了他的生活情况, 说你是明太子, 你在皇城里头住的什么宫, 住到中翠宫, 你这崇祯什么样, 他有什么爱好, 对答如流啊, 是真的假不了, 假就真不了, 多尔文心里清楚了, 看来的的确是明太子, 这是又惊又喜啊, 喜之喜, 正惦记这个事, 把他给逮住了, 京之惊, 怕这个事, 让吴三桂知道, 吴三桂知道, 还麻烦呢, 他花了挺大的力气, 也正在寻找这个太子, 怎么办呢, 摄政王眼珠赚度, 心说得了, 你不说你是明太子吗, 我不承认, 我就说你是冒牌的, 你是被人花钱买出来的, 假冒太子, 也是死罪, 我抓着一招之错, 把他杀了, 永绝后患, 要不说多尔文不简单呢, 最后把捉的一派, 胆大的贼徒, 信口雌黄, 胡说八道, 据我们所知, 明太子, 早就死在乱君之中, 你假冒明太子, 你知道什么罪名吗, 刚才本王问你, 你信口雌黄, 说了一大堆废话, 编瞎话你都不会编, 这还了得吗, 来人, 把他嘴堵上, 给我压回死老, 不容分说一甩袖子, 他退堂了, 范文诚觉着这事不对劲, 赶紧跟着他到了那书房, 王爷, 那的确是明太子, 您怎么说他胡说八道, 假的, 就是假的, 王爷, 他不是假的, 我问了多十次了, 你想一想, 要是假太子, 怎么能了解身公内院的情况, 要他边都遍布全道, 人家对答如流, 说的栩栩无声, 这不是真的, 这是什么呢, 王爷, 您弄错了, 不, 假的, 我说假的就是假的, 那不, 范文诚也不傻呀, 范文诚是大学士, 跟随老主, 黄太极多年, 又跟着摄政王多尔文, 马上猜透多尔文的心思, 大概王爷瞪眼不认账, 准备杀人灭口啊, 留着名太子有什么好处, 那是隐患啊, 范文诚尽管明白, 不敢揭穿, 想到这儿望上十里, 王爷, 那么您说, 这假的应该怎么办, 杀, 不要公开杀, 一干人犯, 尼姑和尚及有关众人, 今儿晚上就处决了就算了, 我说是, 那么外界如果有人问, 我怎么回答呢, 好办, 你说假冒太子, 本王绝不宽戴, 我们还要继续寻找真正的太子,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 就在当天的晚上, 把诸词朗, 和尚, 尼姑一干众人, 秘密的给处决, 其实这孩子是不是崇真的儿子, 一点都不差, 摄政王审问他, 他说那套词, 也是真的, 都不是编的, 就这样, 小明端送, 但这件事情啊, 还是叫吴三桂直等, 吴三桂在泰安听着报告, 说太子找着, 哟, 他眼睛就一亮, 是吗, 马上派人打探信息, 后来没信儿了, 再派人打探, 说这冒牌的, 不是真太子, 现在查清了, 已经把这些人给处决了, 他也听说了, 说这孩子自己供出来, 姓朱, 叫朱慈郎, 对啊, 太子就是朱慈郎啊, 这怎么回事儿这是, 吴三桂坐不住了, 为了把这个事情打听明白, 所以, 提兵回到北京, 来面见多尔文, 多尔文一看吴三桂, 没有旨意就进了北京了, 大为恼火, 听说这像话, 你想怎么定, 就怎么定嘛, 本王没旨, 你怎么无辜就回来了, 他脸沉着问吴三桂, 这怎么个意思, 吴三桂还不在乎, 王呀, 我回来有特殊的原因, 我听说, 您把明朝的太子给找着了, 我打算见一见, 哈哈哈哈, 吴将军, 没有那个必要, 本王详细审问过来, 是冒牌的, 根本不是明朝的太子, 这些人, 一被本王给处决了, 吴三桂的脸都气轻, 心说多尔文哪多尔文哪, 你太霸道了, 真的也罢, 家庭也罢, 你得跟我打个招呼, 起码把我叫到北京, 咱们得会审, 你不经我同意, 你私自就处理了, 我现在对你就怀疑, 那么说, 死去的背不住, 就是真是太子, 你怕我知道了, 你怕我立太子为敝, 光复大明的江山, 所以呢, 你就说这是假太子, 就把他给干掉了, 叫我死了这份心, 你好歹毒啊, 多尔文哪, 你太狡猾了你, 当然, 这是吴三桂心里想的, 敢那么说吗, 借他胆子他也不敢, 最后吴三桂暗戚暗戚暗憋, 好吧, 王爷, 我不想在太安, 我想回北京, 都如果你想, 也没有理由拒绝, 好吧, 就同意了, 吴三桂又回到自己的府里头, 摄政王多尔文看出吴三桂, 怀疑他来, 心说这吴三桂留在北京, 不是个好事, 还得把他给打扫走啊, 正好机会来了, 现在国本出地, 山东没事, 河北省北部比较平安, 京师稳固, 闯王李自成, 又重新领大兵进犯河南, 贼事十分嚣张, 所以多尔文马上做出决定, 叫吴三桂马上起大兵, 去剿灭李自成, 临行之前, 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 连小皇帝顺志, 都实际参加了, 加封吴三桂平溪王之职, 颁发金燕, 赐忙龙袍衣领, 御马五匹, 金一千两, 银五万两, 同时还决定, 让吴三桂马上更换衣服, 吴三桂听, 什么, 又让我起兵, 跟闯贼作战呢, 哦, 夹封我平溪王, 我的目的不是围的这呀, 我得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 我是明朝的臣, 我跟你们是合作的关系, 怎么正式受寻了, 要那样, 我不成了明正严顺, 清朝的臣子呢, 这一开始吴三桂拒不接受, 后来多少滚鸡了, 吴将军, 你想干什么, 你放心, 本王说话算数, 这是权益之计, 你想想, 我是满洲兵, 你是汉人, 我们在一起诸多不变, 你暂时把衣服换上, 把头剔了, 那么迟早有一天光复大明的时候, 你再把头留起来, 再换衣服, 不也可以吗, 这是我们满洲给你最高的荣耀, 你怎么不懂呢, 难道你还要拒绝吗, 吴三桂拒是全横利利, 特于无奈, 只好哭丧个脸子, 点头答应, 谢主龙恩, 谢王爷赏赦, 就这样把吴三桂的头给剔了, 从这一天开始, 留了大辫子, 穿上胡服, 从外表上看, 整个也像满人了, 那是, 现在是平西王啊, 执掌大权, 顺日地, 多尔滚, 飘良臣宅吉日给他践行, 英亲王阿纪格, 依然受他管辖, 率六万铁骑, 配合他作战, 吴三桂饮了三杯玉酒, 临离开北京的时候, 吴三桂还说呢, 王爷, 此番我去征讨李自成, 务必把李自成扫除干净, 待班师回来之时, 我还要恢复明朝的江山, 到那时, 王爷, 你可不能掩耳识信啊, 吴将军你放心吧, 本王说话, 书接前文, 清政府, 刺绝吴三桂平西王, 家风讨逆大将军, 挂上扭头石子烈火印, 刺马龙袍, 刺狱马, 另外把吴三桂的头还给贴了, 吴三桂是委屈求全啊, 心说话, 你不管怎么对待我, 明朝的江山必须得恢复啊, 我毕竟还是大明的臣子, 让我打李自成, 我没得可说, 国恨家仇急于一身, 我发过誓愿, 这仇我要不报, 我死不瞑目, 干脆打完仗再说吧, 就这样, 吴三桂率领大军西上, 一场山山大战, 拉开了序幕, 按照摄政王朱尔滤的计划, 一共是两路大军, 一路是英亲王阿基格吴三桂, 他们出兵经大同渔林延安直查西安, 第二路, 让玉亲王朵朵率着孔有德, 经河南淮庆同关直查西安, 向一把大钳子对西安开始进兵, 咱单说吴三桂, 在1644年11月, 也就是假十年的10月, 初次, 他的大兵经过大同渔林, 这一天就开到延安府, 到了陕北的延安, 遇上了大顺军队激烈的反抗, 双方激战于延安城下, 翻回头再说李自成, 李自成在北京进了皇帝位, 国号是大顺, 李自成现在也称呼道过他, 按照原来的计划, 兵撤山闪, 以西安为中心, 然后养精许锐, 等候着于清军决战, 现在撤回来的时间虽然不多, 但是给他充分传奇的机会, 现在李自成手下, 依然还有几十万兄兵, 他还控制着陕西省, 山西省和河南大陆, 实力依然还很强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训练, 现在元气逐渐恢复, 如果说李自成还像当年那样, 爱民如子跟弟兄打成一片, 那么还有恢复的希望, 还能重振旗鼓, 但是现在不行了, 他一当上皇帝, 他下边离心离德, 首先是老百姓对他有看法, 想当年老百姓都说, 英闯王皆闯王, 闯王来呢不纳粮, 那阵离闯王多受老百姓拥护, 闯王的十八营所到之处, 老百姓夹道欢迎, 现在情况截然不同了, 老百姓看出来了, 李自成跟历代的帝王也没啥区别, 当初是当初, 现在是现在, 尤其现在浮化堕落变了智, 不是当初的离闯王, 老百姓不用护, 这是一, 另外李自成进了皇帝位, 有点燃飘飘飘飘燃, 心说我才是真命天子, 这老天给定下来, 你拥护我也是天子, 你不拥护我也是天子, 这有什么呢? 同时李自成现在疑心还特别特别大, 对手下的弟兄, 对文臣武将, 几乎他都怀疑, 出来不怀疑他的夫人高氏, 尤其最近山海关新派, 撤离北京是伤兵損将, 士气大减, 在这个时候, 有不少士兵逃走了, 甚至有些大将背叛了他, 李自成就更疑心了, 回到西安之后, 他把当初的唐皇宫, 重新修改一下, 变成他的皇宫, 每天是称姑道寡, 也选了几个妃子, 现在大敌当前嘛, 怎么样能把满洲骑兵打退, 怎么样能消灭吴三桂, 这是他心托的一块大病, 因此到了西安, 他连续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他对李延李公子产生, 对李延的兄弟李牧, 也产生了一心, 因为这哥俩主张, 不宜守西安, 希望李自成能答应, 给他们几万人马, 到河南去开展工作, 李延说, 我是河南人, 我对河南的情况非常熟悉, 我回去, 到那开展工作, 招兵, 扩大队伍都好办事, 要困守在西安, 这是下策, 李自成对这一点上, 跟李延有根本的分析, 李自成是西北的人, 就爱吃羊肉泡馍, 就觉得在这儿待着心里头稳着, 什么上河南的, 上河北呀, 他都不感兴趣, 因此在会议上就发生了争执, 李自成心说, 我明白, 李延啊, 甭跟我玩轮子, 我看得轻轻的, 你想大搞分裂呀, 拉着几万人的人马回到你的家乡, 你想令树大旗, 不计, 你就想倒戈投降无三位呀, 话你是不敢这么说呀, 如不早出物, 必为后患, 他回到内宫, 是哀声叹气, 倒背着双手来回支溜, 皇后高氏, 就那高贵英, 是非常贤惠一个女人, 最近一个时期, 她发现丈夫, 总是坐卧不宁, 睡觉也睡不好, 静说胡话呀, 她也知道, 目前形势十分严峻, 丈夫心情坏就可以理解, 只好百般温存, 百般劝慰, 今天也不礼拜, 给闯王李自成, 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 小心翼翼地服侍丈夫, 她一看李自成这样, 高夫人这心呢, 就招不开了, 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 她就问, 陛下, 你们说怎么陛下, 啊, 李自成绩皇帝位了, 现在没什么称呼到我, 这也是皇帝陛下了, 所以得这么称呼, 陛下, 您今儿个怎么啦, 我看您的心情十分烦躁, 嗯, 可恼, 可恨, 是啊, 您这指谁说的, 谁都有, 最可恨的, 莫过李延和李梦, 高夫人一平, 这心就一翻个, 因为高桂英, 是非常聪明一个女人, 对了丈夫的事业, 她能不关心吗, 对丈夫身边的人, 她能不关心吗, 高桂英啊, 挨个的在思想上过多, 挨个的考验, 他甚至, 李延兄弟, 那是干过的重量, 自从得了李延之后, 闯王的事业是蓬勃发展, 只是最近一个时期, 这闯王只要一没事了, 就提这李延, 高桂英甚至丈夫惦记的时候, 迟早有一天要爆发, 进北京的时候, 李延就不同意, 两个人就发生过争执, 李延的意思, 先在外省打下基础, 不管是山西, 陕西, 还是河南, 河北, 我们所过的昭城府县, 每占领一个地方, 就封关设置, 温武全安排好, 老百姓有个安定的生活, 我们呢, 有一块基本的地盘, 逐渐扩大, 一旦巩固了, 再出大兵, 占领北京, 李自成不同意, 李自成那意思, 立在速战, 只有给北京拿下来, 大级才能稳定, 为这个事儿, 弄得极其不同, 另外, 特离北京的时候, 李延也建议李自成, 不要放火, 焚烧宫殿, 有些事儿, 不要做得太绝了, 不要妄杀乌辜, 尤其是, 像刘宗敏那样做法, 把大官, 有钱的, 全抓起来, 飞行拷问, 而且, 要多少钱多少钱熟人, 李延是极不赞成, 认为这就是流寇, 这就是土匪, 我们是大顺军队, 我们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儿, 久而久之, 叫丧失民心, 所以一再向李自成监狱, 李自成忠言逆耳, 就是不爱听, 今儿了, 又把这茬提起来了, 高夫人就替李延公子捏了一把汗了, 所以就问, 陛下, 李延弟兄又怎么了, 哎, 休要提起, 现在我后悔, 我不应该派人劫伐厂把他给救了, 我不应该利用这样的人, 到了现在, 他跟寡人去离心离德呀, 总是胳膊手望外拐, 吊炮望里奏, 今儿开会他说什么, 要我给他几万人马, 他回河南, 回什么河南, 明明想跟孤分道扬镳, 大搞分裂, 我说要集中兵力, 守住山西和陕西, 他就是不赞成, 你说他想要干什么, 这不是变相的造反, 又是什么, 哎呀, 陛下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 铁部说李延, 他怎么想的, 大逼当前, 虽然说, 满洲人暂时掩齐西谷, 吴三桂回到北京, 这也无非是战时的平静啊, 一场大的战争必然重启, 大型的战斗还在后边, 陛下正在用人之计, 千万不要离心离德, 什么, 谁离心离德, 你在花什么衣服, 李自成跟夫人, 向来是互相尊重的, 很少在高夫人面前横眉立目, 今儿子也依反常态, 出一胡子瞪眼, 夫人的心, 就像刀子捅了一下似的, 那么难受, 陛下, 您容我说完行吗, 李延弟兄, 对你是忠心耿耿, 对大顺朝的江山社稷, 倾注全力, 我说陛下, 总然你们的看法不同, 你也不至于想的那么坏啊, 陛下, 千千万万, 您可不要错怪了好人啊, 算了,算了,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朝廷大事, 你不懂, 等你懂了, 黄瓜菜都凉了, 打着之后, 夫妻俩人谁也不说话了, 李自成心里发烦, 站起身来, 赶奔贵妃的拱院去了, 现在李自成猫, 也三宫六院, 什么贵妃呀, 妃呀, 不少, 他就找刘娘娘去了, 到了第二天, 李自成正在生闷气的时候, 丞相牛金星从外边进来, 向他禀报最近周围的形势, 等谈完的话, 李自成把手一挥, 牛金星坐在旁边, 李自成手脸着虚然, 眯着眼, 看了看牛金星, 我说长相, 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 陛下有话请讲, 你看李延, 李牧, 有没有疑心, 牛金星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发现李自成的眼神, 跟平常不一样, 隐隐约约, 闹出凶光了, 他跟李自成多年了, 他已经看出来, 李自成凡是有这种眼神的时候, 就要杀人了, 他心说怎么, 莫非要拿李延哥俩开刀, 牛金星历来跟李氏弟兄就是不和, 表面上一团和气, 心里边离心离德, 这么说, 牛金星恨不得把李氏弟兄给消灭了, 才趁他的心, 今天李自成一说这话, 他已经猜到了八九, 哎, 陛下, 这臣不敢说, 说吧, 你跟随姑多年了, 无话不谈, 有什么事, 你照实奏来, 谢主隆恩, 陛下, 先恕臣的罪, 我发现李延弟兄, 的确有点反常, 哦, 说说看, 比方说, 近北京, 这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臣以为, 陛下的英明决定, 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就是李延弟兄, 在里头跟着混脚啊, 说了些, 不是道理的道理, 不错, 我们是失败, 失败有特殊原因, 是吴三桂出卖了山海关, 把满达子, 演进中原了, 我们失败在这上面, 不是说我们这个决定上, 有错误, 据臣所知, 李延弟兄, 在下边散布流言蜚语, 说皇上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说臣这也不对, 那也不是, 但是我们同变成臣, 大比当前, 臣不予计较, 也就是回到西安之后, 陛下坐镇西京, 一同天下, 也无可指责啊, 可是李氏弟兄, 依然在下边散布流言蜚语, 说什么, 这不是九流之地, 河南才属于神州圣地, 只有到了河南, 才能一同天下, 你说,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臣又不好竹篮, 今天陛下问他这儿呢, 我巨师回奏, 嗯, 他还说了些什么, 陛下不必问了, 说的太多了, 希望陛下善保龙体, 不听也罢, 您说这牛金星损不损, 无中生有, 给李延李公子上眼药, 这李自成现在疑心特大, 牛金星说什么他平时, 李自成气得咬牙切实, 哼, 现在乌三桂和满达子很快就打回来, 一场大战在即, 我需要整须内部, 内部不合出了间隙, 后院就等于着了火了, 我丞相, 我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你要去执行, 是, 陛下请您示, 今天晚上, 你把李氏弟兄请进丞相府, 以义士为名, 这会干掉, 牛金星一听, 下面倒吸一口冷气, 是, 他恨李氏弟兄, 想借助李自成把他们给干掉, 去掉一个政敌, 但是, 无论如何没想到, 闯王让他去, 实行这任务, 这怎么能行呢, 有心不截止, 看闯王这意思, 对自己就得引起疑心, 截止这事麻烦, 李氏弟兄威望很高, 死到我手上, 我向众人怎么解释, 所以他一愣之际, 冒了喊子, 我见他, 我见他, 李自成看出来了, 怎么了, 你害怕了, 你害怕了, 陛下, 并非如此, 臣以为着, 要杀他可以, 也得名正言顺, 出师得有名啊, 以什么道理, 把他们给杀了呢, 那你方才说那些呢, 我说的那些只是流言非语, 现在还构不成具体的罪名, 所以说, 算了算了, 不要吭了, 背叛徒, 就犯死罪, 就冲这一条, 就足够了, 还用说别的干什么, 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 哎, 臣君子, 不过, 臣还有一件事情, 要求, 说吧, 还什么事儿, 陛下是否, 得有一道圣旨啊, 得有贫有欲啊, 要没有圣旨, 我就把人给杀了, 也不好交代啊, 早说呀, 我念你写, 哎, 牛金星站起来, 文房四宝准备好了, 李自成料为寻死了片刻, 口诉, 牛金星提笔写了道圣旨, 最后李自成把镜盖上, 交给牛金星, 今天晚上就执行, 听见没有, 总执, 牛金星领着旨, 回到丞相府, 道府里就做了牙花了, 你说倒霉倒霉, 真倒霉, 报道的是我, 将来不了解内情的人, 都得恨我牛金星啊, 但是事到现在, 木已成熟, 不执行也不行了, 哎, 李延啊, 李墨, 你们可别怪我呀, 上命不可为, 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 想着这儿, 他寻思一个办法, 分付一声, 来人, 请李公子弟兄过府来见我, 李自成决定杀掉李延弟兄, 丞相牛金星奉命行事, 按照计划, 他先派人, 把李氏弟兄, 接进丞相府, 这李延啊, 是正人君主, 连日来心事重重啊, 替李自成担心, 替大顺朝的江山社稷担心, 形势太严峻了, 虽然最近一个时期没有打仗, 不等于不打仗啊, 这就是山与未来丰满楼, 这是大战的前夜, 他建议李自成分兵治国, 他把一支队伍拉到河南去, 在河南打下牢固的基础, 没想到李自成当面与你拒绝, 而且李自成气色非常难看, 看出来对自己相当不满意, 当臣子, 要得罪了君主, 这不是一般的事, 可是李延呢, 觉着自己光明磊落, 一和中心, 没有二制, 你误会就误会, 但是回到府里之后, 他兄弟李牧跟哥哥说, 大哥, 您把皇上给得罪了, 皇上的气色相当难看, 我大哥, 往后这样的话别说了, 好心变作驴肝肺, 照这样再下去, 对你我弟兄可全都不利, 李延点了点头, 好吧, 往后我做刘神也就是了, 他处理处理公务, 正这时候, 接着通知了, 丞相牛金星有请, 请哥俩过府议事, 李延呢, 也没往别地方想, 跟李牧哥俩, 带着二十名亲兵, 骑着马来到丞相府, 哎呀这, 马屁带住, 跳下马来, 相府有人把马屁接过去, 让着李氏弟兄往里走, 把二十名亲兵让进配方, 牛金星正在台阶上等着, 你看那牛金星别的能力没有, 品慧装相, 这家过于的虚愿呀, 都要摆人了, 表面上一点带不出来, 一看, 李延在前, 李牧在后, 牛金星降阶相迎, 哎呀, 二位, 你们来了, 啊, 丞相, 我们凤昭而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 里边在谈, 里边在谈, 哈哈哈哈, 说这话, 一手拉着一个, 非常亲热, 让进平堂, 徒人献茶, 茶坝歌斩, 牛金星说, 二位呀, 不着急, 有许许多多事情, 咱们需要商量, 你们知道, 国难当头, 千头万须的事, 咱们得好好拿出个办法来, 啊, 今天在我这吃晚饭, 吃完了再走, 来人哪, 准备, 李延, 是个诚实的君子, 根本就没想到有杀身之祸, 李延一想黑夜水, 他了解牛金星, 知道这人很虚, 不主张正义, 从心往外烦他, 但是没办法, 这是陛下面前的大红人, 官居丞相, 执掌权衡, 有事情你必须得通过他, 李延心说也好, 我有些话呀, 跟皇上不便多讲, 跟他先套个笔也行, 我们两个人切磋明白了, 再跟皇上说也好办事, 所以也打算留下来, 做彻夜长谈, 就这么谈来谈去, 酒宴摆下, 他们是边吃边谈, 呦, 外边这个天哪, 可就不早了, 日头就望西转, 又谈了一会儿, 点声灯了, 牛金星一看差不多了, 等街上的行人一见手, 我马上就宣指开刀, 就到这个街柜眼上, 他表面上还不带出来, 就听李延说, 丞相, 我建议陛下分兵治国, 我打算引一支人马杀回河南, 丞相, 你以为如何呢? 我说兄弟, 你说得极其有理, 我是双手赞成, 是吗? 既然是这样, 您何不向陛下建议一下, 把你的看法也说说, 贤弟, 我没倒开时间, 你是指的陛下的圣怒之下, 心焦如火, 咱就说得再对, 他也听不进去, 是不是吗? 过个三天两天的, 等他的气消一消, 情绪稳定稳定, 我肯定把你的意思上走皇上, 我相信他会接纳的, 丞相, 时间不等人了, 据我所知, 吴三贵等人很快要杀到山西和山西, 我们事先要做好防范, 是是是, 我也知道, 现在咱不谈论国事, 好吗? 咱先喝酒, 咱先吃, 吃饱了再说, 来,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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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会儿, 牛金星就觉得差不多少了, 所以说话的时候有点词不大意, 说喝酒, 他拿的是筷子, 说吃菜, 他端的是酒杯, 语无伦次, 李延就看出来了, 丞相, 您怎么了, 啊, 啊, 没有, 你是不是有事, 啊, 啊, 也罢, 牛金星一看, 别受这活罪了, 他把酒杯八旺桌上一吨, 从绣筒里把圣旨拽出来, 李延, 李牧, 听旨, 突然就把脸上一沉, 眼露凶光, 一开始这哥俩没反应过来, 后来一看这是真的, 哥俩赶紧欠身离坐, 整理一棍, 跪倒在地下, 臣, 李延, 李牧, 听旨, 奉天成郡, 皇帝招曰, 查, 李延, 李牧, 素有反心, 特委派, 丞相牛金星, 全为代理, 将李延, 李牧, 就地斩杀, 钦此, 这一念完了, 李延的脑袋, 嗡立着, 李延听什么, 让牛金星杀我们, 谁有反心呢, 李延赶紧就站起来, 承下, 愿吗, 愿吗, 李牧赶紧就拔派业, 但为时已晚, 牛金星贺令一声, 拔, 事先早就准备了刀副手, 埋伏在两江, 一百来人, 呼啦往上一闯, 把李师弟兄, 马尖头龙二臂, 就给捆住了, 然后就推到院里, 牛金星把袖子一甩, 斩, 谁敢不听, 就在这刹那之间, 李延高呼啊, 承下, 我李延, 你可忠心为了大顺啊, 冤枉啊, 我们冤枉, 我们要见陛下神速肺腑, 别凭他们, 斩, 斩, 两刀, 两颗人头落地, 可叹, 李延弟兄就得了这么个下场, 您说冤不冤, 都说哪庙都有驱使鬼, 这话一点都不讲, 牛金星也冒了汗了, 处理完了, 赶紧命人用棺果装炼尸体, 封锁消息, 连夜进攻, 他向李自成禀报经过, 李自成一听满意的点点头, 请为我去掉一块心头的大顶, 好吧, 此事不可张扬, 臣明白, 但您别忘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这么大的事情, 外监能不知道吗, 没过两天, 整个西安城家喻户晓, 大将李过, 高于公, 好妖旗, 刘方亮, 等等等, 都问牛金星, 怎么回事, 一开始牛金星还不敢说呢, 后来一看也瞒不住了, 把事情就讲了, 众人文凭, 无不到惜可冷惜, 真没想到李延弟兄被杀了, 因此人人自卫, 想着自己的身份, 都害怕, 不知道哪句话得罪了闯王, 就有性命之忧, 要不说李自诚失败, 当然, 冤言很多, 但是, 诛杀无辜, 把李延弟兄给杀了, 也是失败的重要冤言之一, 咱们简短结束, 没过几天, 吴三贵的大兵, 已经打到延安府, 李自诚十分担心了, 马上命他执的李过, 提大兵两万, 驻兵在延安, 阻挡吴三贵, 这李过, 跟李自诚, 那是自己的亲戚, 亲疏之, 自然在任何情况下, 也替李自诚卖命了, 但是, 他的军队, 抵挡不住吴三贵的大军, 打了几仗是伤兵损将, 只好是闭门不战, 高挂免战牌, 吴三贵, 把延安府是围了个里, 八层外八层, 后来吴三贵, 把梁道水源全给掐断了, 把延安府给困得, 李无梁台是外污救兵了, 连日来, 全都断了顿了, 本来军心就涣散, 再一打败仗, 再没有吃喝, 谁还卖命啊, 每一天, 越城逃走者数以千计, 李过一看, 抵挡不住了, 在那天的晚上, 率领亲兵三贵, 偷开北门, 杀出延安府, 终于杀黑条血路是弃城而逃, 在第二天, 吴三贵的大军就占领了延安府, 在这休息了一天, 然后大军是直指西安, 长驱之路, 咱们再说另一条战线的情况, 那就是欲亲王多多, 率领铁骑, 赶奔通关, 那通关是西安的大门啊, 咽过拔毛的通关城啊, 李自成深知这一点, 因此派大将孙怀亮在那驻守着, 后来他担心孙怀亮守不住, 又派刘宗敏身为监军, 率兵上的诸战, 两路大军也四五万人啊, 结果互有胜负, 本来你要死守通关还没事, 就说这刘宗敏, 刘宗敏一琢磨, 这在眼皮底下, 那么些满洲骑兵这般多腻味人啊, 干脆晚上我去偷营结寨, 杀你个措手不及, 孙怀亮就劝了, 大将军不可啊, 欲望多多, 轨迹多端, 烟能上当啊, 你半夜投影, 苦怕实力, 呆着你, 你懂得干啼, 小猫孩子, 我打的仗比你吃的粮食还多, 刘宗敏是除了闯王李自成之外, 第二把手, 他说话谁敢开刚, 因此晚上, 这刘宗敏率领一万精兵前去偷营, 他可没想到, 怎么直到中军大营一看呢, 坏的, 空有营盘, 没有军兵, 曲上灯火, 插着不少旗帜, 闹了半天, 空成绩, 刘宗敏值得上当啊, 莫回神了, 万回退, 依然来不及了, 就听四面大方, 炮号连天, 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别让刘宗敏跑了, 火灼刘宗敏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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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脆我投降吧 这孙怀亮 当天晚上派人 联络豫王多多 倒戈投降 出卖了同关 刘宗敏文姓之后 连夜撤离同关 就跑回西安 就这么的同关失守 李自成得了信之后 气得是暴跳如雷 往北边说 延安府丢了 往东边说 同关丢 等于两座大门都被摘掉 看来西安是保不住了 还得走啊 往哪去啊 只有奔南进军 放弃西安 在他要走还没走的时候 事情又发生点变化 单数的孙怀亮 孙怀亮是一气之下 倒卖了通关 把豫王多多 接近通关 他满以为啊 立了大功了 多多不定得多高兴 得表扬他 加封他的官职 结果一见面 发现多多那脸冷落冰霜 拿着当飘狗 他西皮眼脸的还说呢 千岁 您看看我应当干点什么 你 你干点什么 最好你去吃狗食 这句话 孙怀亮的脸 你喷就红了 要不说投降 这玩意不吃香 不仅自己的人骂他是叛徒 对面的人 也拿着当软骨头 拿着当狗 多多根本就不领情 也没压缝他的官职 也没委以重任 还叫他去吃狗食 你说这样瘦得要吗 孙怀亮是又羞又闹 回到自己的住所 是后悔不跌 心说我挺大个人 我怎么做这种的汪唐事 我保闯王 不管怎么闭 也不能这么对待我 我一面之差 倒卖的通关 坐在这番下场 干脆我还保闯王得了 首先闯王我说点啥 我现在身负重罪 哎呀 他跟手下的亲信一商量 亲信给他出主 将军这好办 马上派人拿着您一封信 去见皇上 请皇上昆恕 就说你这么做一事 迫不得已 请皇上速派大兵 接收通关 里应外合 活着多多 你不就讲功补过了吗 能行 是的现在只好如此了 多多拿咱不当个人啊 长久下去 谁把他杀了不可 也罢 孙怀亮一听 也只好如此 刻破终止 写了份血书 就像手下人建议他那样 让闯王 马上扑兵 奔通关 我做内应 咱们里应外合 把通关夺回来 还可以活情多多 罪臣 咱们立个功 这封血书写好了 把新夫人叫上来 把信叫给他 连夜送到西安 越快越好 送信之人点头了 骑了匹快马 带好了干粮水葫芦 哪知出去没十里地 让路上巡逻的哨兵 把他生擒活拿 这哨兵都是 多多手下派出的人 把他逮住一搜 把这封信搜出来 交给欲望多多 多多一看 好啊 孙怀亮 行啊 你这是个变色龙啊 刚投降了我 又想出卖我 这种货真是 可杀不可留啊 来人 请孙将军过府演宴 就说我请客 手下人去找孙怀亮 孙怀亮还蒙在鼓里 就盼望着回信呢 突然来人请他吃饭 他一听哆哆叫他 他心怀鬼胎 咚咚之跳舞 但是 他左思右想 这事还不能败露 也不能这么快啊 肯定是为唐家事 想到这 他抱着侥幸的心里 来见多多 等近屋一看 不对劲 哪是来吃饭 往两旁一看 密牌刀副手 多多沉着脸 军中而坐 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 脖子有点冒凉气 腿有点发软 腿有点发软 普通就跪下了 王爷 王爷 您叫我有什么粉丝 孙怀亮 孙大人 你做的好事 不知 王爷指什么说的 你还不想说吗 还叫我挑明白 这是什么玩意儿 说着话 把那封学书拿出来 巴往前一扔 孙怀亮一看就没卖了 赶紧往上口头 王爷荣禀 王爷荣禀啊 是这么回事 我写这学书是假 把李自成的人马骗的是真 我打算把他骗了之后 我跟王爷 把他们给消灭 没来的一向王爷挺势 我自己就做主了 但我的心 是为了大清朝的江山 我绝不敢被主羞容 什么 你真会编词啊 你到阎老五那去解释 来人 把他开刀 问斩 孙怀亮 倒卖同管 后来耍了个花活 又要出卖欲望多多 这真是 沾世则迷 旁观则亲 能骗得了人吗 让人家 猜穿了这件事情 而且人正物正俱全 孙怀亮 无话可说 被欲望多多 把他人头砍下 同管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单说李自成 一看同管也丢了 延安府也丢了 西安的大门被人家摘掉了 只有放弃西安 往南逃命了 他现在手下还有十五万大军呢 把这十五万大军做了分派 首先他跟皇后高贵英 分别带领军队 一直奔西南 一直奔正南 夫妻两个人商量好了 到贵州的时候 不见不散 高夫人走了 咱不说 咱说李自成 命令一声放火 分烧公殿 所有的人全部都带走 您算是 男的女的老的少 加上伤员 加上老营的自助 多少东西 车拉船在 西安是一片大火 李自成的大军 撤离了西安 他们刚走的第二天 乌三贵的大军就杀进西安 乌三贵一看可了的 大火熏天 分配上救火 军兵一面救火 乌三贵一面命人出榜安民 现在的西安城里的老百姓 倒了血没了 有一部分逃入深山 一部分跟着闯亡撤走 还有一部分留在家里 管他死活呢 哪儿也不去了 只有平田游命 乌三贵出榜安民之后 打下心园 第二天 阿基格的大队也杀进西安府 双方会师 马上吹奏北京 杜尔文一平非常高兴 传令在全军通报表彰 奖励了乌三贵和阿基格 也奖励了豫王多多 同时下达命令 命令乌三贵 阿基格乘胜追击 绝不要谢奈 争取一无作戏 把李克成彻底消灭 乌三贵得到命令之后 不敢怠慢 就在西安待了一天两夜 马上整顿队伍 继续问西安军机 再说李自成 带着老营的人 缓缓撤退 你想想 男女老少 自住车辆 那么容易走 速度太慢了 没走出一百里 叫乌三贵的军名就给碾上了 双方展开了几盏 现在李自成的大阵人马是不堪一击啊 一把杂 投降得投降 死伤得逃跑的 简直什么样的都要 李自成吃不住劲 大队人马被乌三贵就给冲散 后来刘宗敏跟创王说 创王 咱就分开了 臣 在后面断后 抵挡一阵 李自成点头 他们 窃战窃退 窃战窃退 咱就这么说 这一天就到了荒州地面 李自成 查点残兵败将 剩下不到五千人了 而且这五千人当中有一半是财号 李自成 坐在小山头上 昌叹一声 天王我李自成 屈指算了 这才一年的时间 一年前 我领的大队人马进北京 一年后的今天 兵败将王 投奔什么地方心里都没必要 现在皇后领之之人马 不知在什么地方 我那些心腹爱将 一个个倒下去了 天哪 我还能卷土重来吗 我还能东山再起吗 哎 到了现在有些事是 终于回莫及了 该吃晚饭了 创王一看 这晚饭可太惨了 就喝那糊糊粥 别的食盒全没了 李自成皱着眉 勉强喝那凉饭 问清兵 其他的人都吃了 回陛下 别人都没吃 紧剩下这点干粮 给您熬的粥 做大将的 没人才喝那半碗 哎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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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想怎么办呢 明天还得走 要不吴三桂是紧追不舍呀 哎 他正在这起 你这事 就吃一样 把这套 咚 咚 怎么着 报事的人跑来 跑 回陛下 吴桑贵 阿基格 两支大军 一奔黄州杀来 陛下处境十分危险 赶紧撤离 带马 有人帮马匹带过 闯王飞身上了乌龙军 大将刘宗敏紧跟着 陛下 先行一步 臣在后边端号 李自成点了点头 宗敏啊 千万留神 我在前一站等你 你放心 李自成领了一部分人 先拜训 刘宗敏 查点手下军兵不到两千人 还有一半带伤 刘宗敏把眼珠的一瞪 我弟兄啊 现在到了生死 滚头了 贪生怕死的 滚 你们就滚了 要不要命 要为了咱们皇上和大顺朝的 就留下 留下这些人 一个个人 一个个全部怕 大将军放心 我等愿凭大将军指挥 跟大汉奸吴三贵决一死战 跟满巴子血战到底 哎 这还差不多 杀马 随我 撑 刘宗敏真不愧是一员虎将 别看饿得多 要打几仗了 眼珠子都红了 手舞双刀冲下山坑 跟吴三贵的大军就倒在一头 不是有那么句话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他饿得 空着肚子 一会儿行 时间长了就挺不住 经过几个回合 刘宗敏这两千来人 死伤了将近三分之二 还剩下几百人 不是叫人抓俘虏的 就是投河命运了 要不就抹了脖子 刘宗敏身边剩下不到三十人 刘宗敏一看实在顶不住了 干脆找闯忙去 马上拨马要吹 钢一拨马 再跟对面全是清兵 一身都是提兵 用弓箭封锁了归路 戒指密封分黄 响啥啥啥啥啥啥啥 刘宗敏一看不行了 翻回头了再战 把大刀也举起来 觉得眼前一发黑 从马脖子上出流下来 就这样被生擒活纳 天光四亮四不亮的时候 刘宗敏也好 闯王手下的人也好 大部分被捉拿俘虏 先抓俘虏了 吴三桂阿吉格 进兵到荒州 传令 暂时休息 大队安静结寨 在这休息 吴三桂高坐在帅堂之上 跟阿吉格两个人又说又像 马上命人到北京报街 正在这时 军政司上来 回二位将军 回二位挖牙 那些俘虏都怎么处置 吴三桂看了 都抓的什么人 这有名单 名单往上一定 吴三桂拿个名单来仔细一看 哎呦哈 行啊 头一个就是刘宗敏 第二个老神仙上九 也抓住 啊 下边还有不少的人 数了数 二百一十三个 他跟阿吉格一商量 今天咱们好好地审计审计 查识一下 情况有没有 阿吉格点头 吃完了饭 他们喝着水 吴三桂分飞上 哎 把刘宗敏给我带来 头一个就是刘宗敏 看刘宗敏 奔奔之邦 两眼充血 五花霸榜 被推进率匹 刘宗敏也准致得好不了了 因此利而不贵 吴三桂一看是刘宗敏 恨得压根都痒痒 他听陈元元跟他介绍 陈元元头一个被他给抢起 百般折磨 那时候 吴三桂边听边咬牙 有朝一日抓住李自成 和刘宗敏 我扒他的皮 抄他的筋 天网恢恢 今天终于如愿 虽然说没抓住李自成 抓住刘宗敏 这也是个大阁的 吴三桂一点都没着急 望五批高娇医生 一靠 阴森森的问他 你是刘宗敏吗 明明知道你还问个什么 刘宗敏呢 见着本王 烟河不归 放你妈的狗臭屁 你吴三桂算个仅 你他妈是个汉奸 你是个走狗 我刘宗敏 鞋骨蒸蒸 我上跪天下跪地 在家跪父母 在京中我跪皇上 我给你一下子拿门跪 你这是痴心妄想 是吗 好 看看你硬 还是我硬 嗯 吴三桂说到这儿 冲两旁一时两色 两旁行行的就明白 拿着刀剑 棒子棒上衣裳 在刘宗敏 两个腿肚子 突出就是两剑 扎着刘宗敏一哆嗦 光又一望 刘宗敏就昆通 跪倒了 上了几个大汉 瞎膀子 把他摁住 就这样 刘宗敏还不服劲 还服了 刘宗敏啊 这回你老实了吗 我先问你 李自成现在何处 你们手下还有多少人吗 说 说的自自相处 我可以从轻处置 起码让你少受点刺 压缝半子说个不字 刘宗敏啊 今儿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你 先剥你的皮 再抽你的筋 然后一刀一刀 我把你刮了 你想尝尝什么滋味吗 还拍 吴三桂啊 你痴心妄想 我不落到你手里 怎么交给你呢 再过这么些年 还是一条好汉 怕死我就不保闯王 保闯王我就没怕死 你随便 问什么我不知道 靠问你 刘宗敏你真够横 行行行行 不过我吴三桂 说话是算术的 来来 他拉起 平后处置 上了一伙人 把刘宗敏给拖出去 第二个压进来的 也是大头 是闯王手下的军师 宋献策 宋献策有一个哑号 叫宋瘸子 据说他这个左腿有点毛病 一走起路 一摘一换 不死 有这么绰号 也被俘了 身上多少受了点伤 头发散乱 被推进率劈 吴三桂 吴三桂刚想问话 阿基格想要亲自问一问 哎 我问一问 你先休息 吴三桂点头 阿基格上一点下一眼 打量宋献策 又看看那名单 那名单是 这不是汉子 这不是满文 他得对照着看 哎 你叫什么名字 宋献策 宋献策 你在李子成手下 是干什么的 护国军师 啊 军师官答答的 啊 宋献策 今天你被抓了俘虏 你是想活 你是想死 你这不废话 宋献策 一听能笑一声 大王 我没被抓俘虏之前 我当然想活 今天做了节下修 死活 都听您的 我说了不算 你爱怎么的 就怎么的 对 说的有理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 宋献策 你是干什么的出身 大王算卦子 江湖卖艺之人 江湖卖艺之人 他没听太明白 问吴三桂 什么叫江湖卖艺之人 啊 这就是一种 跑江湖的 打板算卦 彻字相面 哦 很好 很好 我们满洲 也有你这样行当 不过跟你不太一样 你跟我们那 撒满 差不多 那挑神 无神 跟你不太一样 宋献策 看你这个样子 你是个读书的人 比我们那撒满 要强的多 既然你是读书的人 你为什么要保 李子诚 李子诚对你有什么好处 难道你不知道 他是流口吗 哈哈哈哈 大王先遂 言之差 古人云 圣者王侯 败者贼呀 岂能 拿成败率英雄 我家闯王 打其高调 杀富济贫 辟偏行道 杀那些贪官不利 救命于水火之中 所到之地 无不热烈喜 要不是你们联合起来 对付闯王 我们焉有机日 我读过几篇书 也明白点历史 打开历史去看 像闯王这样 恐怕绝无奇妙 虽然他失败 但是谁敢说 他没有那篇东山在体 很难说呀 我保着李自成 我感觉到骄傲 今天被捉 我没什么可惜的 世卫知己者死 大王 你随便吧 你看这宋献特 不像那刘宗敏那样 又骂又喊 说话挺斯文 但是说话是柔中带刚 脸上一点恐惧的意思 都没有 阿基哥挺欣赏的 阿基哥点了点头 不要讲了 我要把你饶了 你打算干什么 大王 真要是手下超声把我饶了 我愿意退归临下 做一个闲散之人 靠打盘算卦 维持我的往年 你还造反不造反 当然不敢再造反了 那也好 那就把你留下 不过 不能给你行动自由 你必须跟我回到北京去 允许你在北京打盘算卦 别的地方不行 刚说到这儿吴三桂说话 王爷 万万不可 这族人口不应心 留着必是后观 阿基哥冷笑一声 你不要管 我做出你的决定 谁也改变不了 平后处理 吴王爷 你问他 我不管了 他就问了一个 宋献策还真就保住命了 紧跟着吴三桂 往下问 什么贵妃 妃子 一些偏富将 吴三桂 比家一广 斩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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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斩 剩下 剩一百多人 大部分都是妇女 吴三桂跟阿基哥一商量 干脆派的各王府 为奴 终身为奴 辈辈为奴才 要不咱也得用人 八八八做出决定 就在当天晚上 对刘宗明 也做出判决 要在西关外 临时处辞刘宗明 吴三桂不解恨 要亲自报道 当天晚上 掌起灯球火把 量子游松 在一个土坡上 搭起一个台子 叫断头台 吴三桂和阿基哥 并肩坐在台子下 亲兵被罪 站在两旁 五百军兵 拔好了防卫 吴三桂分飞一声 带刘宗明 推出涌涌 把刘宗明推上来 吴三桂看着看 刘宗明 你服不服 你妈的屁股死了都不服 今天我就把你凌迟 你要说句软和话 我就不叫你活受罪 我数啥数 你说不说 刘宗明 你凭分析一脚 把桌子 给踢翻了